第301章祖师傅鼎寿珍宝 三个经单真人介绍完毕 虎禅真人就不再说话 一旁的天都走了过来 说道 洛黎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七师弟了 我是你的五师兄 七竹是你的六师兄 洛黎分别行礼 说道 见过五师兄 见过六师兄 七竹和天都都给过见面礼 这次就不给了 天都继续介绍道 师傅坐下 除了我们两个 你还有四个师兄 大师兄左援 已经晋升金丹 现在身在中原青州 坐证我们混元宗在哪里的洞府书冷岭 已经二十年了 二师兄立峰 也是金丹真人 不过他出去游历天下 已经走了三十年了 三师兄清衡 也是金丹真人 和立峰师兄一起出去游历 不过他在外郁郁虚大世界游历 无意中得到上古传承 开辟洞府 也是三十年未归了 此师兄月空 筑基境界 五年前游历天下 上个月飞幅传信 到了苗乡地域 还得五年 才能游历归来 然后天都开始介绍其他人 在金人真人和九乡真人旁边的 是他们的两个徒弟 还有一个女儿 分别叫做李宗茹 柳青浦 柳青青 静人真人姓柳 柳青浦是他们夫妻 在游历天下的时候 简的婴儿 所以随他姓 柳青青是他们的女儿 他们还都没有法号 所以以本名称呼 像七竹 天都都是他们的法号 不是本名 法号可不是轻易会被赐下的 需要登陆混元宗名册的 而且修仙界很多恩怨 就是来自法号的相同 或者相近 这三人都是筑基境界 虽然乃是混元宗 金丹真人的孩子 但是他们也都是经历了 混元宗外门的九门试炼 通过之后 才可以进入混元宗内门修行 赤野真人有三个弟子 则是两女一男 那两女赫然是姐妹两人 一个手中持有长笛 一个手中捧着一个骨针 他们分别叫做血一人 血清人 洛黎一皱眉 想不到竟然有人以血为性 头一次听说 那个男徒弟叫做肖不一 三人和他们的师父一样 不喜欢说话 都是筑基境界 也都是经过了外门的九门试炼 这些师兄师姐 分别送给了洛黎入门见面礼 洛黎一一收下 不过这些东西 对于洛黎大多促没有什么用 但是都价值不菲 除了他们 还有六人都是筑基境界 天都继续介绍 指着一个胖子说道 洛黎这是你张五人师兄 乃是灵狱师叔的弟子 哎 想不到灵狱师叔三个弟子 最后没有走的 竟然是五人师弟 洛黎立刻行礼 那胖子一笑 说道 对不住了师弟 你师兄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 就会经商 就有零食 说完 递给洛黎一个储物袋 里面赫然是十颗上品零食 这个可是大手笔 洛黎立刻行礼感谢 这五人师兄看着年轻 但是其实已经一百多岁了 除了五人师兄 还有两个女修叫做云之 天上 一对住基夫妻叫做李明浩 邓飞雪 他们其实都已经一百多岁 天都分别将他们介绍给洛黎 最后说道 他们分别是你无影师叔 芳华师叔的弟子 本来还有两人 但是今天他们去了正义府 说到这里 洛黎立刻感觉到 所有人脸色一暗 除了他们 还有一个青年 坐在阴影暗处 好像没有一点的存在感 天都介绍他的时候 明显和其他几个人不同 对他有一种说不出的尊重 洛黎 这是你三狂师兄 洛黎立刻行礼 这个三狂师兄 天都师兄没有介绍师承 洛黎看到他 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一种感觉 他好像和自己十分熟悉 身上有种自己习惯的味道 三狂师兄看着洛黎 渐渐笑了 那笑容中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至此 所有人介绍到了 洛黎悄悄一蹴 算上自己和虎缠真人 天清风一共十九人 再抬头一看 只见空中其他几楚之脉 不时飞起的无数玉空光芒 不由的心中一跳 这 这 天清风好像人少了一些 等到天都介绍完毕 虎缠真人看向九湘真人 说道 金风他们走了 九湘真人点点头 说道 他们和我辞别了 金风去了正义府 吴州去了金真林 五人忍不住在一旁骂道 呸 尸里爬外的东西 虎缠真人一皱眉 说道 五人你错了 千万不要这么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自己的路 你要是还不能在上次事件中 脱离出来 会影响你的心境的 记住 大家都是一家人 好了 大家都认识洛黎了 散了吧 最近七天 我有功夫 如果修炼有疑问 可以过来找我 这话一说 顿时五人云之等人 脸上露出喜色 一起说道 多谢师伯指点 然后众人纷纷散去 转眼之间 这里就剩下虎缠真人 还有七竹天都三人 洛黎忍不住说道 师父 咱们天清一脉 就这么点人吗 虎缠真人摇摇头 说道 不 洛黎长出一口气 虎缠真人继续说道 你还有一个师祖 还没有给你介绍 洛黎差点一口血喷出去 加上这个师祖 一共二十人 凑个整数 虎缠真人笑道 怎么人少吗 山不再高 有先则明 七竹在一旁说道 师父 你别调戏小师弟了 洛黎师弟 我们天清一脉 原因师祖一人 经单真人一共七个 除了师父 你看到的金人 酒香 赤也之外 还有林玉无影 芳华三位师祖 林玉师祖加入了 九十九天修士的行列 处于苦修之中 等他突破原因境界 就会归来 无影师祖和芳华师祖 游历天下 都已经离开了五十年以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 不过第三代弟子 就是你看到的这些了 本来还有两人 但是今天他们选择了 其他之脉 就不算做什么天清一末的弟子了 洛黎忍不住问道 他们这么的离开 这不是叛变吗 普禅真人说道 不 洛黎 我混原宗和其他宗门不同 十四脉各有不同 但是如果那一脉弟子 想要经修某一类法术 那他就随意到其他之脉修炼 并没有那些明显的限制 不是你是那脉弟子 就永远是那脉弟子 这混原宗是我们所有混原宗弟子的家园 不是某一个人 某一伙人的自家菜地 就是掌门他也没有权利如此 我就是混原 混原即是我 共同一体 同入同容 天都也随着说道 洛黎 我们宗门特别团结的 大家都是一家人 心如兄弟姐妹 恩中之脉 所有弟子 都可以随意修炼 随意选择 来去自由 不像其他宗门 之脉划分严格 最后导致门派分崩离析 洛黎一愣 说道 那为什么还要登天台十个脉 分别接受弟子呢 天都说道 每一个人最开始修炼的法术 将会是他一辈子最深刻的记忆 准确地说 我现在走的是天目一末的修炼之路 但是我是师父引入门的 所以我永远都是天清一末的弟子 天都在一旁说道 师弟 我知道你在外门和范无杰 还有苏语孝 有些矛盾 但是等你们筑基之后 修炼了混元七法 那些外门的小矛盾 都会淡化 就此过去 听到这话 若离一愣 心中暗响 真的会淡化吗 就此过去 我可不是圣人 天都说道 你会的 虽然平常大家之间会有分歧 但是不要在意 一家人兄弟姐妹还有吵架的时候 但是等到了关键时刻 到了大战之时 法杰降临 生死关头 必须如同一家人 这样才能你的后辈 我给你防卫 我的后辈 交给你保护 突然落里灵机一动 说道 关键时刻 生死关头 换句说 平常大家还是会有分歧的 天都一笑 说道 那当然了 使得手指头 还分长短呢 信兄弟还有打架的时候 远的不说 等到你们筑基之后 门中小笔 也许他们都会较劲 要和你一笔上下 到时候师弟 不要入了我们天清风的名头 一直不怎么说话的七竹 突然说道 师弟 切记 切记 到了关键时刻 生死关头 必须互相守护 心如一家人 凡是不能如此的混元宗弟子 先路崎岖 都走不远的啊 你必须放下 如果他们放不下 那就是他们的事情 到时候 说完 他忍不住抬头看去 看那空中的飓风 云海 飞塔 落里一愣 走不远的 那会去哪里 如果放不下 他们会怎么样 顺着七竹的目光看去 瞬间 落里懂了 做不到如此的 最后都死了 他们的无法胜地 融入到这飓风云海中 哪里就是他们的坟墓 虎禅真人说道 好了 好了 你们两个别吓唬落里了 落里 来 无影你见过师祖 以师祖法号细照 乃是原因真君 我们天清风的一脉之主 说完 带着落里 顺着院落 向着一边走去 落里紧随身后 渐渐地来到这天清风的中心 其意的是这里大约方圆里许 没有任何建筑物 都是一片片的青草地 那青草不知道都是什么草 落里反正是不认识 根根足足有三尺多高 茁壮成长 虎禅真人带来落里 在其中一条小路 在此青草地重 三转两转 缓步向前 落里注意到虎禅真人 尽量避免采中地面青草 他立刻有样学样 也尽量避免践踏青草 渐渐地虎禅真人带着落里 来到草地中心之处 哪里好像有一块岩石 大约半人高 立在哪里 上边爬满了各种草藤 虎禅真人面对这岩石 恭敬行礼 说道 师祖 这是我新收的徒弟 叫做落里 落里一愣 赫然这岩石哪里是岩石 乃是一个人 虎禅真人的师祖 细兆真君 随着虎禅真人的话语 那岩石微微一动 一双眼睛睁开 这时落里才看清 这细兆真君坐在哪里 他的头发 双眉 胡子 全部化作青草 将他整个人包裹其中 然后那些青草 从上到下 钻入大地之中 这片草地 全部都是细兆真君身上的一部分 落里立刻行礼 说道弟子落里 见过祖师 细兆真君点点头 瞬间无数的青草组成一只大手 触摸落里的头顶 取久大手分开 细兆真君说道 好孩子 好孩子 然后在他手里飞出一块石头 轻飘飘地落下 向着落里飞来 落里知道 这是界面里 急忙接过来 这是一片金色石头 好像是在什么岩石上截取下的一块 它释放淡淡的金光 忽明忽暗 如同婴儿呼吸一般 落里一看便知道不是凡品 心头大喜 金色石头一入手 金芒便消失 露出原貌 整片金色石头犹如巴掌大小 犹如黄金打造 但是上面纹络栩栩如生 没有一丝人工雕琢的痕迹 落里莫隐隐有种直觉 这枚金色石头并非人工之物 而是天然之物 第302章十年之约生真君 虎禅真人看到这金色石头 不由得一愣 说道 师祖 这里太重了吧 气召真君说道 我还能坚持十年 十年后 最后一搏 此物 留在我的身边 明珠暗头 倒不如给了孩子 也许是他的机缘 虎禅真人常叹一声 说道 师祖 十年 只有十年时间了 气召真君说道 是啊 十年 我只能再坚持十年了 十年后 虎禅啊 就要靠你了 虽然对你 太不公平了 你苦心准备九百年了 也许会因此功亏于愧 但是没有办法 只能如此了 虎禅真人说道 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 当年没有师父师祖 没有天清风 也没有我的现在 现在轮到我为了天清风 付出的时候了 是时候了 也该如此 另外 师祖你不要小看我 我神虎禅的道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的 然后他看向洛黎 说道 洛黎 此物你收好了 放入你的洞天空间之中 记住 你不到经丹境界 这个石头永远不要拿出来 细照真君最后看了 虎禅真人和洛黎一眼 双眼闭上 瞬间 他在洛黎心中又变成了一个岩石 不是自己看差了 他本来好像就该是岩石一样 虎禅真人深深行了衣礼 洛黎随着行礼 然后两人离开 走出那片草地 虎禅真人说道 洛黎啊 你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你师祖会是这么模样 洛黎点点头 说道 师父 为什么啊 普禅真人说道 千年经丹 五千元英 经丹真人可以享受千年 元英真君可以享受五千年 你师祖今年已经五千一百岁了 他扬寿道了 此法乃是借助天地草木灵气 严寿之术 但是你师祖不是为了自己而活 而是为了我们天清风而活 银外之主 必是元英真君 不然这天清风无法保持正常运转 而在混元宗内 精通天清之道信念的元英 境界已上修士 只有师祖一人 其他人都无法替代他 哪怕门众三大反须 也是只能干瞪眼 没有办法 如果师祖消散 我们等人无法成为元英真君 这天清风就要重复死黄 无牙等末的下场 道场关闭 等到其他精通本脉天清信念的元英修士到此 将他重新开启 为此 灵狱师弟不得不加入九十九天修士的行列 想要冲击元英境界 无影师弟和芳华师弟出去寻找机缘 但是他们都来不及了 只有我了 所以师祖他本来可以化阴投胎 重新转世 但是他迟迟不得已进入轮回 苦苦坚持 就是为了我 为了我们这些天清风的后悲啊 他走了 我就要不得不改变我的寿英之道 晋升元英境界 坐守天清风 他都是为了我啊 在哪里苦守性命 忍受天道折磨 哎 师祖啊 师祖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苦禅真人这几句话 与其对着洛黎说 倒不如是对着自己说 给自己打敬 说实话 洛黎不明白 虎禅真人说的是什么 但是他还是忍不住 说道 师父 我相信你 你一定行的 你是无敌的 然后用着崇拜的目光看过去 杀手装神像神 装鬼像鬼的本能 还没有丢掉 虎禅真人哈哈一笑 说道 你师父还用不着你这个小毛头来安慰 然后虎禅真人说道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拼命练气 赶紧的进入助击境界 这样你才能修炼混元七法 真正的入门 不过我看你好像领悟了六个法则碎片 因此导致你的七海无尽狂涨 现在你不过炼气九重 就已经拥有了相当于助击境界修饰的真气量 所以你提升境界 晋升助击 十分艰难 洛黎点头 说道 是的 师父 请师父指点 虎禅真人继续说道 按照正常程序修炼 你至少还得五年时间 晋升炼气大圆满 十年时间 冲击助击旗 至少需要十五年时间 但是 你是我神虎禅的徒弟 我岂能让你如此浪费生命 消耗这十五年时间 你先到天清风中 选一个洞府 先住下来 等我七天 这七天我要指导其他弟子 七天后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哪里也许有机缘 让你立刻晋升境界 争取今年年底 就让你达到炼气大圆满 然后争取两年内 达到炼气巅峰 可以立刻冲击助击境界 洛黎立刻大喜 说道 多谢师父 虎禅真人一笑 说道 谢什么 我是你师父 这是我必须做的 当年我师父就是如此 等你将来有徒弟了 也要如此 然后他看了一眼远方 黑黑一笑 说道 洛黎 你知道我们天清风的修炼宗旨是什么吗 洛黎摇摇头说道 弟子不知道 虎禅真人说道 机万事之机 亦非冲天 以倾天之力 碾压朱笛 如果你体内 没有这法则碎片 戏海不是这么的巨大 也许我也不会收你为徒弟 我们天清风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积累 积累 积蓄力量 亦非冲天 以天都 七竹师兄 不要说金丹 就是晋升原因都不是问题 可是他们却还在筑基积累 就是为此 亦非冲天 我其实早在六百年前 就可以晋升原因 但是我迟迟没有 就是为了积累 积累 无尽的积累 我现在虽然只是精丹大圆满 但是我的实力 相当于原因似重天 等我千年积累 进入原因第一 中就相当于原因九重天 尼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不要管其他人怎么说 他们都错了 我们才是对的 只有这样 我们混元宗 才有出路 虎禅真人这么一说 洛黎心中无比的舒服 一直以来 虽然王武等人 都认为洛黎走错了路 但是洛黎 一直十分坚定地认为 自己没有错 但是夜深之时 也会遐想 自己到底错了没有 今天听到师父如此一说 就如同三福天 吃了冰西瓜 从上到下 全部无比的舒服 痛快 过瘾 洛黎双眼放光 正好她和虎禅真人双目相对 顿时有种感觉 我倒不孤 修仙之路 有人同行 真是太好了 普禅真人说道 好了 去吧 先找一处洞府住下来 这七天到处转转 熟悉一下天清风 七天后 我们出发 洛黎行礼 说道 弟子明白 先寻找一处修炼的洞府吧 洛黎欲见而起 在这天清风之中 快速地飞行穿梭 看着好像随意地飞行 查看洞府 寻找适合自己的家园 这天清风上 洞府足足一万八千间 左看看 右看看 好地方确实无数 洛黎足足欲见飞了三个时辰 将整个天清风大体地形看遍 然后她点点 开始启动神通 苍天在上 后土在下 好事确定 赏善在后 洞府很是关键 未来的落脚之处 所以洛黎必须选择一处最好的洞府 这是自己未来几十年 甚至数百年的家 所以必须选好 伟丽落下 洛黎缓缓闭上眼睛 顿时在她的脑海中 出现了三十六处洞府所在 这些洞府在这天清风上 有的气势磅礴 有的不漏山水 但是绝对是最好的洞府 洛黎欲见而起 直奔距离自己最近的一个洞府 很快就到了哪里 前方出现一座山峰 山峰不高只有百丈高 但是气势坦荡 蕴含一种大气 山前小河流过 这洞府就在山腰 到了这里 洛黎顿时喜欢上这里 决定在此定居 可是到了哪里 洛黎立刻感觉到心血俭的提示感应 此地乃是同门女修云之的洞府 洛黎摇摇头 向着南方飞去 前往第二个洞府 哪里乃是一处巨大的院落 高楼水阁 很是秀丽 但是到了哪里 立刻有了新的感应 这里是五人的洞府 洛黎继续转头 前往第三个洞府 那神通提示一共三十六个洞府 天清风才不到二十人 洛黎就不幸了 没有自己安家之处 就这样找来找去 好几个洞府都已经有人入住 最后洛黎飞出百里 来到这山峰脚下 前方出现一个大湖 足足有十里方圆 湖水清澈 由于繁多 不时有景里月出水面 好一片山光水色 在湖水中心有一处小岛 这也是三十六个洞府之一 洛黎欲见而起 奔小岛而去 小岛大约有两里方圆 上边有着促洞小楼 还有三亩林田 洛黎落到岛上 立刻喜欢上这里 这里无人居住 洛黎点点头 找到洞府碑石 使用心诀 在此洞府碑石上一点 顿时此处化作他的洞府 洞府碑石向外散发一种神念 这里有主了 整个湖泊周围数十里都是这此范围之内 大碑石之上 出现一个名字 烟亭水泻 这是此地的名字 洛黎长出一口气 这里就是自己的家了 洛黎刚要进入这后面的小楼之中 突然一道神念传来 我乃天清风主控混元法灵 请稍等进入 马上整理洞府 整理之后 再请进入 稍等片刻 洛黎止步 不到数百席 飞过来十二个法术傀儡 他们都是由牧师铁材所制 甚至有的都不是人形 他们进入洞府之中 顿时那边传来各种叮叮当当 咔嚓咔嚓的整理之音 大约过了三刻钟 那混元法灵的声音又传来 洞府整理完毕 四个奴仆傀儡到此服务 负责此处洞府的一切闲杂事物 有什么需求你就直接呼唤我 请洛黎师兄入住 洛黎回答道 多谢了 万分感谢 然后洛黎缓步进入这烟亭水泻 第303章前世高人金士生 此处洞府是一处院落 青石堆砌的围墙 将整个院落包围 这围墙之上 布满浮路 形成各种防御 除非从大门进入 不然其他地方 根本无法强行进入 这大门 乃是悬钢精精炼制 看着好像很普通 但是无比的坚固 其上布满浮纹 只有洛黎的神念 才能将它打开 只要关上 整个湖到院落 融为一体 构成立体 法阵防御 除非将方圆几十里 全部摧毁 不然想要强行打开大门 根本不可能 洛黎进入大门之中 小院布置得非常雅致 有四座小楼 参丝排开 一条溪流环绕小楼 不仅有小桥流水 还有一小片花树丛 盛开着一片粉色花 绿莺莺的草地上 有白色玉石雕刻的 醋葛雕像 左边小楼 乃练气练丹之所 当中有一座大顶炉 上有斑蓝花纹 这绝对是一阶丹炉 入阶法宝 在其他门派 是为至宝 在这里不过是洞府中的寻常摆设 但是洛黎查看了一下 这丹炉与地脉连接 自己只能使用 无法搬动 不能偷偷拿走卖掉 在丹炉一旁 旁射促种特殊的炼丹制器用具 丹炉后有一玉吨 一石踏 还有几个绚烂如珊瑚制成的椅子 右边小楼 乃是阎武之场 可以使用幻术化 做各种地形战场 用以演练仙术 检验法术威力效果 洛黎点点头 进入其中那个主楼 这楼中墙壁光洁如金玉 到处光明如昼 前方一个大厅 是待人迎客之处 其中茶几杯具应全 地上铺着豪华地毯 一处雍容景色 大厅之后 乃是卧室 放着一个床榻 上面铺着一床蚕丝被 地上铺着名贵地毯 但是都不含灵气 都是繁俗之物 踏前散列着许多茶几 木凳 翠亭 桌案 陈设繁多 这就是自己休息之处 最后一个小楼 进入半月形的穷门 此地才是此处的最宝贵之地 修炼室 这修炼室使用了空间法术 大约有百丈方圆 墙壁全是奇异实质构成 室内无一处杂物 硕大的空间只有四口清泉 那泉水不住喷出 非悟空中 然后化作灵气 铸入修炼室内 赫然这泉水与外面那五十里湖泊联系 将那湖泊中所有灵气 全部汇集在此 刚刚进入这修炼 洛梨忍不住长出一口气 这里灵气太充足了 充足到可怕的地步 在这修炼室内 还有一处法阵机关 可以调整此地的灵气浓度 最多的时候 可以达到一天一颗中品灵石的程度 难怪赏善罚恶神通 会选出此地 这可是在一万八千多个洞斧中 脱颖而出的三十六个洞斧之一 在此修炼 精丹之下 只是吸收着灵气 这就足够了 根本不必吞噬什么灵丹 炼化什么灵石 不要说洛梨炼气旗 就是筑基旗 在此修炼也是灵气足够 洛梨想了想 拿出加罗仪基法器 将那个石碑固定在灵泉一边 顿时那个石碑中 开始产生一滴滴的灵泉水 洛梨拿起一个黑白剑宗的特产储水葫芦 可以容乃三十万斤灵泉水的大葫芦 放在石碑之下 接取这灵泉水 洛梨的太初洞天中 没有灵脉 所以无法布置这加罗仪基法器 现在自己有了洞斧 就在此布置 布置完毕 洛梨拿出通旋入化虎微蒲团 坐在上边 开始修炼 吸收这无尽的灵气 补充丹田 一口气就修炼了三个时辰 直到丹田传来阵阵痛感 洛梨在结束炼气 看到其海中诞生的一袭袭真气 洛梨不由摇摇头 难怪师父说我五年才能进入炼气大圆满 按照今天修炼的状态 确实如此 那怕此地灵气无尽 但是我的气海吸收的真气量 却又极限 至少需要五年时间 这气海才能真气炼满 净生炼气大圆满境界 不知道师父要带我去哪里寻找机缘呢 等等 等上七天就知道了 第二天 清晨 洛梨起来 修炼一会 然后欲进而起 前往昨天会集的那个庭院 拜见师父 到了哪里 赫然发现 除了金丹真人 几乎所有的三代弟子都在哪里 大家在哪里排队 等候什么 看到洛梨到死 那些师兄师姐纷纷打起招呼 小师弟来了 小师弟 起来很早啊 洛梨和他们聊了起来 原来虎禅真人在此坐镇七天 这七天所有弟子都可以过来询问各种修炼疑难问题 所以大家排队 过来请求虎禅真人教导解惑 洛梨在此看了一会热闹 不一会的功夫 只见虚空之中 光芒闪烁 有人欲气到死 他们和排队的众人打招呼 天都师兄 我也来了 哈哈哈哈 北川你小子消息得到的真快啊 那当然 是大风告诉我的 不一会的功夫 院落中多出数十住基弟子 加入到排队的队伍中 等待虎禅真人的教导解惑 这时一个人在庭院中走出 正是三狂师兄 立刻有人说到 三狂师兄 你来得好早啊 第一刻接受教导 太幸运了 三狂说到 早什么早 昨天虎禅师伯说完之后 你们一个个都不当回事 都回去休息 我直接在此等候 足足在此等了一夜 所以不要羡慕我 本来你们也可以在我前边的 这话一说 顿时众人佩服无比 昨天所有人都回去休息了 唯独三狂 在此等了一夜 就为了今天第一个接受指导 三狂长出一口气 说道 不过 完全值得 值得啊 经过虎禅师伯的指导 云开建月明 哥回去修炼了 你们继续排队吧 哈哈哈哈 他狂笑三声 大步离开 天都看到 洛黎 说道 洛黎 你回去吧 不要在这里待着了 等一会来的人更多 这七天师父是没功夫管你了 洛黎点点头 说道 那好 师兄 我走了 但是洛黎问道 天都师兄 在介绍的时候 你都会说五人师兄 他们师成何处 这三狂师兄 怎么没有介绍他师父是谁呢 天都师兄眉头一皱 说道 三狂和其他人不同 洛黎师弟 你也看到了 可以说我天青一脉 人丁西伯 原来还有一些师兄弟 他们耐不住这种寂寞 纷纷前往其他之脉修炼 本来你五人师兄 有师兄弟两人 现在就剩下他一人 胡守此地 有人离开 就有人到死 三狂本是形影洞一末的弟子 后来他选择到我们这里修炼 成了我们天青风一末的弟子 所以我没有介绍他的师成 其实 有传说 三狂乃是前辈转世 他前世乃是七沙宗的原因真君 最后兵解而亡 原因转世 这一世入我混元宗 为我混元宗弟子 说到这里 瞬间洛黎知道了 为什么看到三狂师兄 有种熟悉的感觉 在他身上有种味道 那就是七沙宗弟子的味道 这种味道 只有同为七沙宗出身的洛黎 可以感觉到 洛黎忍不住问道 他 他是七沙宗的前辈 会不会 天都师兄摇摇头说道 前世之事都是过去 今生之事才是现在 我的前世乃是横古都天教化神真尊 后来杜绝消亡 唯独这一丝分身有存 重新投胎人间 但是混混江江 变成了一个傻子 靠着行起残活 经师父醍醐灌顶 我才醒来 重新走上修仙之路 如我混元宗 生生世世 皆为混元子弟 洛黎又问道 天都师兄 那你以前在横古都天教的亲人朋友呢 你还记得吗 天都师兄长叹一声 说道 过去的事情 都过去了 几万年了 在辉煌的存在 消亡之后 什么都不是 早就人走茶凉 成员断静 我就是回归横古都天教 怕是也没有好下场 我现在就是天清风的天都 也许是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咱们天清风 都是如此 师父乃是子府宗的原因真君 转世重生 七竹师弟前世的前世 就是混元宗的前辈高人 前世是师父的师父 后来晋升化神境界失败 众归轮回 师父苦苦寻觅数百年 三次引道 最后才将七竹师弟引入道图 这才是师徒 互相引渡 先徒同免 剩下其他几个师兄 左远传说乃至圣天妖转世 清衡乃是先人蒙尘 月空并不是人 而是一件先天灵宝的气魂 我们几个都是师父 在寻找七竹师弟的过程中 一一发现 将我们解除困顿 点醒素慧 收为弟子 没有师父 也许我们继续蒙落红尘中 混混江江 一辈子又一辈子 直至最后消散天地间 路里点头 说道原来如此 天都说道 师弟 不要太在意这个 什么前世之身 毫无意义 过去的荣耀 什么用也没有 再辉煌也不过是过去 什么都不是 只有把握现在 才是最关键的 人要活在眼前 在他们聊天的过程中 陆续又有人飞临此处 就连阿九王五师兄都来了 过来寻求教导 队伍排到了庭院之外 洛黎瑶摇摇头 向诸多师兄告辞 回归自己的洞府 前方马上就要到了自己的洞府 洛黎一愣 只见一人 站在自己洞府之前 在哪里微笑地等着洛黎 赫然乃是三狂师兄 他到此要做什么 洛黎心中迟疑 刚刚落下见光 还未说话 三狂师兄就向着洛黎打出手势 这手势洛黎熟悉无比 当年在盈州大陆 无数次的使出 随手洛黎就回应 打出相应的手势 三狂一笑 说道 果然如此 你我两个 出身相同 都是七杀宗的杀手出身 洛黎也是一笑 说道 英雄不问出处 不知道三狂师兄 到此有何贵干 第三百零四章 天青一脉强强强 三狂师兄看着洛黎 开口说道 忍清 洛黎一愣 什么意思 三狂师兄说道 洛黎 你还不知道自己的运气 普禅真人 收徒哥哥都是强横无比的存在 你有此机缘 将来必定一飞冲天 成为不是豪雄 现在和你打好关系 将来你发达了 不要忘记拉师兄一把 说到底我们出身一样 有着不可说的默契 师兄绝对不会让你白辛苦的 洛黎不知道说什么好 自己不过一个练气境界的小修士 这三狂就过来拉关系 真是哭笑不得 洛黎说道 师兄 来进屋聊 我这里还有一些香茶 请您品尝 说完 洛黎将三狂师兄请入室内 来到客厅 两人坐下 洛黎烧了一些灵泉水 泡上一壶香茶 这是他在灵蝶宗带出的七星茶 已经所剩不多了 两人喝着七星茶 聊了起来 洛黎说道 三狂师兄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师弟何的何能 让你如此重视 三狂说道 名人不说暗话 咱们都是七沙宗出来的 心里都明静 不玩虚的 普禅真人乃是用九阶法宝九天元阳史 将你收为弟子 那九天元阳史 乃是混原宗七宝之一 九阶之宝 天清风的阵脉之宝 你说你要是废物一个 虎禅真人他会如此 这话一说 洛黎真的无话可说 师父对自己的信任 化作一种暖意 传遍全身 三狂继续说道 虽然虎禅真人乃是借着此事 将此宝交还宗门 但是他还是看中你的 这话一说 洛黎一愣 问道 不是特意换我 交还宗门 三狂说道 是啊 据我观察 混原宗这百年 好像在策划什么 应该是一件惊天大事 如此大事 必须清尽全力 那九天元阳史 必须反须真一化神真尊 才能御史 天清风无人可以使用 所以借此机会 换你入门 至宝缴纳宗门 一举两得 洛黎顿时无语 不过想想 虎禅真人换的不是范无杰 也不是墨烟蓝 也不是水游蓝 换的乃是自己 感激更甚 洛黎忍不住问道 三狂师兄 你是七沙宗哪一位 原因真君啊 三狂说道 那都是万年前的事情了 过去的事情 都过去了 不要说了 我现在就是三狂 洛黎继续问道 三狂师兄 你原来是形影洞一末的弟子 怎么到了天清风修炼呢 三狂黑黑一笑 说道 很简单 咱们七沙宗的特性 强者横强 永远站在最强者的一边 这天清风才是 混元宗十四脉中 最强的 咱自然要在最强的 之脉修炼了 洛黎迟疑地说道 天清风 最强的 三狂说道 那当然了 那些傻子离开天清风 去什么正义府 金真灵 都是傻子 买毒还珠 洛黎 我告诉你 这天清风才是最强大 最厉害的 咱们七沙宗出身的 自然要比胸躯极 强者横强 永远都要站在最强一边 然后他四周看看 施展秘法 瞬间一个结界 将这个房间罩住 偷偷说道 昨天那几个金丹真人 你看到了吧 你什么感觉 洛黎说道 静忍师赎 酒香师赎 没有什么感觉啊 都很正常 三狂摇摇头 说道 看来你没有入我七沙宗的内门 这都看不出来 你昨天看到的都是外表 那净忍真人 你知道忍的是什么 你真的以为 忍的是说话吗 洛黎一愣 说道 不是吗 三狂像看傻子一样 看着洛黎 说道 残忍 他的忍是残忍的忍 要忍住杀人的凶念 竟忍真人在外面修饰中 有一个外号 叫做混元凶虎 你看他现在老老实实地听老婆话 此人一旦交手 欺凶入体 驾欲九虎 凶狠无比 狂杀天下 不过他怕老婆也是正常 那就相比他还狠 他有一个外号 叫做毒丰厚 最毒酒相真 此名乃是五毒教出身 最善于使毒 长生灵修炼的又是毒丰道 掌握毒丰无数 这两人真是天作之和 一个凶狠 一个歹毒 绝对绝配 他们两个所到之处 原因必让 陆黎傻傻地听着 忍不住问道 不会吧 看着他们都很和善啊 三狂说道 那是对自己人 你到外面打听打听 混元凶虎和毒丰后的威名 你就知道了 对了 赤野师俗你也看到了 你有什么感觉 洛黎迟疑地说道 赤野师俗 不喜欢说话 很静 三狂哈哈一笑 说道 你知道他这个法号怎么来的吗 不能洛黎回答 他继续说道 赤野千里 这个词你听过吧 以词语为他的法号 你就知道他年轻时都干过什么了吧 洛黎不由地倒吸一口冷气 说道 赤野千里 赤野千里 三狂点点头 说道 是啊 当年他乃是天下有名的煞星 所到之处 血流成河 不服就杀 后来他与血海宗一个金丹女修 相恋相爱 搞出很多事情 当时混元宗出动 原因十二人 才将他救回 但是那个女修为他死了 他回归混元宗 带回两个女儿 但是性情大变 开始修炼闭口禅 一次没有忍住说话了 立刻拔掉自己的舌头 你说他很不很 洛黎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自己拔掉自己的舌头 他说道 很 很 三狂讲得过瘾 很久没有这么说个痛快了 他继续说道 你知道细罩祖师的法号是怎么来的吗 然后自己回答道 是因为和他交手的敌人 都是夕阳最后一刻 见到他就是细罩上身 必死无疑 天清风的这些老家伙 都是狠角色 但是最强的 乃是你师父虎禅真人 虎禅真人 楚南第一金丹真人 他早就可以晋升原因 可是就是不晋升 五六百年苦心积累 他的野心可是很大的 我看话审反须都不是他的目的 他要为混原宗继续开路 李师父 竟然是也他们 其实都可以晋升原因境界的 但是他们都在使用一个秘法 苦苦压低境界 都在积累 即万事之机 亦非冲天 以清天之力 碾压朱笛 李说 怎么强的天清风 我不加入这里 我还到哪里修炼 洛李点头 说道 强 真强 三狂说道 你看我说什么了 咱们这里天清风 四道大行灵脉 弟子才不到二十人 在洞府中修炼 灵气充足 根本不用使用什么丹药灵石 门派发的福利 都可以继续下来 谱禅真人 等几个精丹真人 传法从来全部清囊传授 你看现在哪里的排队 就知道了 虽然天清风 弟子不多 但是格格强悍 是真正的 亲如一家人 互相帮助 绝对没有问题 不像其他之脉 人多是多 所以说天清风 才是最有前途的 可笑那些傻子 耐不住寂寞 离开这里 两人在此聊了起来 三狂真的是前辈转世 见多是广 不时说出一个个密文 听得洛林木瞪口呆 而且为人还风趣 一句话 逗得洛林笑个不停 就这样两人结成好友 最后三狂告辞离开 洛林送到大门之外 阴阴席别 在三狂消失无影 洛林长出一口气 看来三狂师兄 真的是过来结善缘 看好自己 先烧冷灶 在三狂哪里 洛林知道不少天清风的隐秘 想不到天清风竟然如此厉害 不过越是厉害 洛林越是高兴 谁都希望自己的师门强大 不知不觉中 洛林已经把此处当成了自己的家 送走三狂师兄 师父在教导众人 天都 西竹师兄维持秩序 就自己带着没事 干什么呢 洛林打开自己的太初洞天 进入其中 还是原来的模样 天空之上 云彩片片 不时轻雷滚滚 有时出现霞光一道 中心石杖大小的岛屿之上 到处都是青草 其中有三棵树木 但是轻轻触摸 半虚半换 并不是真实存在 岛屿之外 是一个湖泊 围住岛屿 那湖泊中分成七层水系 这水尽未分明 缓缓流动 若离踏在水面上 看着其中水底的那颗石弹 乃是受皮所化 但是现在还没有融化出来 不知道里面会是什么强横凶兽 在空间中带了一会 洛林摇摇头 离开空间 回归洞府 修炼吧 带着也是带着 唯有修炼 才是最真 洛林开始修炼 混元六绝全部完美掌控 蝶龙剑翼也是名物在心 生死枯荣节 太虚天眼 太上感应太为动真经 也就这样了 也就小成 最后洛林拿出当初在外面自己领取的两个玉竹姐 先添一气大 请拿霹雳阵光顿法 幸好当初有准备 就怕无法修炼 这才留下他们 这两个秘籍 她领取之后 一直没有潜心修炼 现在有了时间 有了精力 开始修炼 看着这两个秘籍 先连那个呢 最后洛林选择了霹雳阵光顿法 七天后 师父要带我去寻觅机缘 必然要赶路四方 虽然我有预见之术 但是既多不压身 多了这一本赶路之法 应该这次旅程会更加顺利 第305章引雷入体炼神盾 洛林开始修炼此法 不过他并没有使用小无相真解 来强化此法 而是自己前修 雷霆之盾 借光引电 一念生喜 瞬间万里 顺望虚语 开善八尖则以 五岳诸仙 说大愿 臣八尖 其太素 奉三元 至消臣 为玉珍 拔七世 入广寒 落离细细观看 越看越使心惊 按照这秘籍上所说 霹雳震光顿妙用无穷 只要心念一起 立刻就会化光顿去 而且速度极快 随心所欲 另外修炼起来 也十分容易 并不很难 但是如果真的这么容易修炼 为什么混元宗诸多弟子 一直以来都没有人练会 落离心中生起疑问 但是她还是按照这秘籍中所记载的修炼之法开始修炼 截十二法印 修炼三十六身形姿势 运转雷霆之道 一番修炼下来 落离无比的迟疑 果然按照这秘籍所示 这修炼十分容易 无论是法印 还是身法姿势 还是法觉 落离全部练会 就差最后一条 引雷入体 想要炼成霹雳震光顿法 必须在一次雷与天气中 引天雷入体 天雷透体而过 这样才能修炼成霹雳震光顿法 看到这最后的引雷入体秘籍记载处 除了原本秘籍的记载 还有数十条前人留下的笔记 混蛋 坑人的秘籍 因雷入体 我师兄都被雷劈死了 也没有炼成什么顿法 后人切记 这完全是骗人的 无论你怎么引雷入体 也是白费 不知道那个混蛋 编撰的这的废物秘籍 骗人被雷劈 上当了 上当了 我苦苦修炼 在雷雨之中 被雷狂劈千次 也没有修炼成功 这是骗人的秘籍 后人小心 不要上当 就是天雷入体 也无法炼成词法 哈哈哈哈 你们也挨劈了吧 挨骗了吧 大家一起上当 真是过瘾 这数十条前人留下的评论 洛黎知道了 原来这了霹雳阵光盾 没有人炼成的原因 就是这引雷入体 完全骗人的 就是如何引雷入体 也是白费 最后白白IP 一事无成 可是 这可是赏善罚了神通 指点自己选择的秘籍 洛黎心中又是一栋 说到底她还是无限的 相信自己的神通 管她娘的 大不了IP一下子 那又如何 死不了人的 是仪式 大不了受点苦而已 洛黎下定决心 决定修炼此法 不过这雷雨天 可不是时刻都能遇到的 她立刻询问天都师兄 哪里经常会爆发雷雨风暴 天都师兄 今天闭关不在 是七竹师兄回答的洛黎 听到洛黎的询问 七竹说道 你要问哪里经常有雷雨风暴 在混元宗这种地域很多 但是你才练弃境界 只有两次适合你 一处是灵觉末的附属空间 哪里叫做雷暴天地 其中雷暴无尽 你可以过去吸收天雷之力 不过雷精灵雷兽很多 你一个人去 有些危险 我可以带你去 但是我现在要维持秩序 只有等天都师兄出关了 我带你过去 另外一处在宁静天 哪里有一处雷霆山谷 经常会诞生雷暴 哪里应该适合你 毫无危险 但是哪里不是去了就有雷暴的 需要运气 不过三五天可能会有一场雷暴的 除此之外 还有几处地方 但是那些地方 你现在的修为 还是不要去了 十分危险 若里想了想 既然有安全的地方 那就不要麻烦七竹师兄了 他说道 那我去雷霆山谷吧 师兄 我就这么去吗 不用申请一下 七竹师兄回答道 不用 如果你去其他分外的附属空间 最好申请一下 去其他分外地域 进去之前通报一下混元法灵 然后就可以畅通无阻了 这混元宗是大家的 哪里都可以随便去 若里点头 说道 多谢师兄指点 七竹忍不住问道 若里 你要去修炼什么法术啊 需要引雷入体 这可是十分危险的 若里回答道 我要修炼霹雳震光顿法 七竹说道 神陀已修前辈的霹雳震光顿法 这个完全要靠机缘的 很难的 等等 若里你好像拥有顺移神通 若里说道 是的 师兄 我拥有顺移神通 还有一个重极神通 七竹说道 那好 你去吧 早去早回 若里一愣 这是什么意思 不过七竹师兄不再说话 若里摇摇头 没有细问 若里欲见而起 向着天空飞去 看着虚空的蔚蓝天空 若里不断提升高度 当若里达到五百丈的时候 身形一闪 空间摩移 若里发现自己飞到了真正的虚空之中 远处天清风化作一个飞鹿 缓缓飘移 向下看去 大地苍茫 宣州大陆静在眼中 那外门的石楼一个个都像米粒一样 遍布大地之上 向远处看去 那飓风 云海 飞塔 森林 火域还是原来雄伟模样 若里向着其他的飞鹿看去 找到那个自己要去的飞鹿 预见而起 向着宁静天飞去 宁静天 看过去祥云一片 在那祥云中 无数山川河流 隐藏在祥云中 好像天空仙界一样 这和林妙谷吞云兽所画的方式有些类似 这里乃是混元宗一个奇异分脉 其中弟子都是女修 在和三狂师兄的聊天中 洛黎知道若同师姐就是出身宁静天 所以七逐师兄一介绍此地 洛黎立刻决定到此修炼霹雳阵光盾 顺便看看当年若同师姐的修炼之处 欲见而起 向着宁静天飞去 昨天跟着虎缠真人飞行 洛黎感觉这并没有够远 今天自己一飞 立刻感觉到 看着很近 飞起来竟然是这么遥远 足足飞了三个时辰 那宁静天才渐渐地出现眼中 难怪昨天都是师父带着自己飞行 继续飞行 又给了一个时辰 这才靠近宁静天 洛黎立刻感觉到无数法术波动 扫描而来 洛黎使用心血剪 赫道 天清风弟子洛黎 到宁静天雷霆山谷修炼秘法 这话传出 立刻那些法术波动消失 瞬间一个完整的宁静天地图传送到洛黎的心血剪中 其中前往雷霆山谷的最佳路径 全部标注清楚 继续飞行 又飞了半个时辰 终于洛黎进入这宁静天中 这里和天清风一样 外面看去三十多里 里面世界数百里方圆 按照这途径 洛黎向着那雷霆山谷飞去 终于在夜色来临之前 到达雷霆山谷 但是今天这里好像雷霆暴雨刚刚过去 洛黎需要等待 这里属于宁静天的一个福地 所以在山谷的一旁 建有一排洞府 工人休息 其中还有法灵傀儡 为到来者服务 洛黎到此休息 躺在床上就呼呼大睡 这欲见足足飞了一天 累坏了 第二天 一早起来 洛黎静静等待 这雷霆山谷大约有十里方圆 其中荒凉无比 除了一些奇异的树木 立在谷中 再无他物 这树木乃是天雷树 一种珍惜的法术材料 剩下连颗青草都没有 都是各种山石 不过倒是有几条道路 顺着道路前进 在谷中每隔三百丈 就会有一处石头 累气而成的石台 这都是给在此修炼的修饰准备的 洛黎随意地找到了一处石台 登到其上 坐在阵中 默默等待雷雨 但是等了一天也没有雷雨到来 第三天继续等待 还是没有雷雨 不过洛黎毫不着急 万分平静 在那石台之上 或者继续修炼霹雳震光顿法 或者开始查看先天一气大琴拿 时间悠悠 转眼又是二天 第五天清晨 洛黎到此 顿时发现 这里不只是他一个人 还有三四个女修 分别各自选择一个石台 在哪里准备 都和他一样等待雷雨 不过他们或者练气 或者修法 没有人会直接将天雷引入体内 因为这十分危险 突然一个神士在心血茧中传来 乃是宁静天的混元法灵 所发来的神念 陈时 雷霆山谷中会有一场暴雨 可以维持三刻钟 其中天雷反应很是猛烈 可以借此练气或者修炼 但是记住 雷霆山谷的规矩 不许窥视他人 不许干扰他人 量炼而为 一切小心 此乃可怕天雷 一个不慎 就是生死盗销 自己小心吧 好自为之 洛黎不由地摇摇头 原来这里还有雷雨通知 前几天白等了 不过他也不沮丧 悠悠自在 洛黎没有看到 在他远处一个石台上 一个女子惊讶地看着他 这个女子赫然就是和他一起入门的水游蓝 洛黎 他怎么会在这里 上一次摆墙大战 我全心修炼 没有修炼争斗法术 所以没有办法打败他 这几天进入内门 我修炼的紫黄展堪就雷爵 已经小成 你那无敌建议 我已经有办法破解 洛黎啊 洛黎 看来我要挑战你一下 凭什么你不过后天道体 却价值一件九届法宝 而我却只值一件四届法宝 洛黎 我一定要打败你 告诉那些前辈高人 他们错了 真正最有价值的弟子 乃是我 第306章雷顿长空远万里 洛黎来到山谷之中 默默等待 时间很快过去 沉时到了 顿时天空轰轰作响 然后下起暴雨 大雨倾盆 立刻洛黎身上就湿透了 雷雨开始了 听着耳边的一声声雷声 洛黎没有动 大约二十多个天雷过去 洛黎长出一口气 可以了 可以引雷入体了 轰一道闪电 滑过长空 洛黎双手快速施展法觉 12个法觉在他手中不断变换 口中默念法咒 输入真气 顿时洛黎身上发出奇异光芒 产生奇异引力 那天空之雷 一道霹雳落下 竟然改变原来的规矩 轰向洛黎 瞬间 那雷轰中洛黎 洛黎就觉着全身一阵 有种天地倒转的感觉 好像整个人处于雷电之中 全身上下一种难以控制的疼痛出现 整个身体被电得不断地扭曲 胸口一热 就要喷出一口鲜血 但是洛黎默默地忍受 必须忍住 我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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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渐地那雷电进入洛黎的体内 如同翻江倒海一样 破坏洛黎的身体 无尽的剧痛传来 和那些前人留下的记录一样 这根本就是骗人的 根本不可能练成什么无上钝法 就在洛黎迟疑的一瞬间 突然洛黎的瞬移神通 微微移动 随着她的移动 那天雷化作一道奇异能量 盘旋洛黎全身 慢慢散去 洛黎一愣 这时她明白了为什么七竹师兄 会那么说 原来想要修炼成这霹雳正光盾 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 那就是掌握瞬移传颂这类神通 这样才能修炼成功霹雳正光盾 所以无数前人苦苦修炼 他们没有此类神通 最后全部失败 认为这霹雳正光盾乃是害人的功法 根本不可能修炼成功 但是洛黎具有瞬移神通 所以这功法她可以修炼成功 七竹师兄知道其中奥秘 所以就指点洛黎过来修炼 心中狂喜 洛黎继续吸收 一道道雷电洛黎 洛黎吸入体内 再也没有了以前的剧痛 这雷添入体旧化 豁然洛黎全身一震 在她神世海中 诞生一个仙树真种 乃是一道闪电霹雳模样 洛黎练成了霹雳震光盾 洛黎长出一口气 结束修炼 不再吸收雷电 但是她也没有立刻施展 顿术离开这里 而是缓步向前 离开山谷 虽然法术炼成 但是在此显地 还是不要轻易试验 等离开山谷 再试验一下此法的妙用 走出山谷 洛黎看着前方 运转法觉 使出十二手印 最后一声轰鸣 玉使霹雳震光盾 瞬间在洛黎身上金光乱窜 这一刻她整个人化作一道金色雷电 向前一步 一下子冲出数十丈远 再来一步 又是数十丈远 这速度快到了极限 好像步步都在瞬移 快就是快 甚至洛黎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第三步一下子撞到了一棵大树之上 轰的一声 一下子将洛黎全身金光撞碎 洛黎一下子坐到在地上 那顿法消散 再看那棵大树 毫发无伤 洛黎摇摇头 缓缓爬起 看来这霹雳震光盾 如果被人打中 就会顿法消散 而驾驭顿法撞上他人 对方没有任何伤害 继续修炼 原来需要的十二法觉 逐步减少 渐渐地减化到只要一跺脚 就可以金光四喜 化顿而去 洛黎又是一跺脚 继续在此修炼 开始的时候 十分不适应 撞大树 撞高山 撞石头 很难控制脚步 到了后来 神势放开 就可以随意遨游 不再撞这撞那 其实这就是顺移的升级版 可以用来连续赶路 洛黎越是修炼 越是喜欢 因为此法很具有提升空间 现在自己不过练起棋 等到以后自己助击 此顿法速度还会加快 换句话说 随着自己境界的增加 这顿法会不断提升 哪怕到了原因 化神也是具有使用价值 不像混元六爵 进入助击棋 就只能作为其他大法的基础 没有多大的使用价值 就在洛黎试验的时候 突然在山谷中走出一个女修 正是水游蓝 她看着洛黎 星爵传音道 洛黎 洛黎回头一看 说道原来是水游蓝师姐啊 请问韩我有什么事情吗 水游蓝说道 洛黎 我要和你一战 当初在外门 我没有修炼战斗之法 今天我的紫黄展 勘就雷绝 已经小成 我要会会你的无敌建议 洛黎看了水游蓝一眼 嘴里说道 紫黄展勘就雷绝 想要和我一战 哈哈哈哈 水游蓝师姐 你来追我吧 追上我 我就和你一战 瞬间 洛黎身上金光乱窜 看着水游蓝 不断摇头 水游蓝冷恒一声说道 不过雷电盾法 我也会 水游蓝不认识 这是霹雳阵光盾 以为就是普通的雷电盾法 瞬间 在她脚下紫色雷光升起 这是紫黄展 看久雷绝的 玉空飞行之法 她向着洛黎追去 洛黎瞬间远盾 水游蓝在后面追赶 两人化作两道闪电 在这宁静天中 你追我赶 洛黎才不会傻呵呵地和她战斗 那什么紫黄展勘就雷绝 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所以借此挑逗水游蓝 和自己鄙视盾法 正好拿她用来修炼霹雳震光盾 洛黎在前 水游蓝在后 两人狂盾 最开始的时候 两人之间支插促杖 但是洛黎乃是灵蝶宗出身 最是精通身法 随着不断的修炼 洛黎对这霹雳震光盾 越来越熟练 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不一会的功夫相距三十丈 但是又过了一会 他们之间的距离 又变近了 不到促杖 不是水游蓝追得近了 而是洛黎故意不再快飞 保持两人之间的距离 吸引水游蓝不抓自己 一边飞顿 洛黎一边说道 抓不着 抓不着 她一边飞顿 还一边的调戏水游蓝 气得水游蓝火冒三丈 一伸手 一道道的雷电劈出 劈向洛黎 但是洛黎身形微微移动 所有雷电全部落空 就这样足足追了半个时辰 水游蓝突然停住脚步 看着洛黎 狠狠地说道 一个男人 就会跑 算什么能耐 洛黎也停止脚步 说道 一个女人 就会追 这算什么事 然后说道 算了 不和你玩了 我走了 说完 洛黎欲空而起 化作一道霹雳 向着宁静天之外飞去 洛黎是不会动手的 方才他在逃顿时 感应到这附近 可不是水游蓝一个人 还有几个人 隐藏暗处观看自己 虽然天都七竹师兄 说得很好听 大家一家人 相亲相爱 这混元宗是大家的 但是在人家宁静天的地盘上 打了人家刚入门的小师妹 洛黎不幸 没有仗义的大师姐 出来教训自己 所以洛黎只是调戏 绝不出手 看到洛黎顿走 水游蓝横横地咬着嘴唇 最后喝道 这是什么顿法 洛黎回答道 霹雳阵光顿 冲出宁静天 看着远方的天清风 洛黎开始回家 在虚空中飞行 洛黎不再使用霹雳阵光顿 开始预见飞行 这段路程极其漫长 至少需要四个半时辰 洛黎心中有数 预见飞行 驾驭剑翼 飞出百里 洛黎皱眉 这件意欲剑比起那霹雳阵光顿 速度并不快到哪里 而且争取消耗的要多得多 瞬间洛黎转换霹雳阵光顿 开始飞行 立刻化作一道金光 再虚空飞舞 然后反复切换 研究这两个飞顿之法的优缺之处 渐渐地它总结出经验 此轻建议是自己五大建议中 飞行速度最快的 在开始飞行的时候 速度比霹雳阵光顿快 但是此轻建议比起霹雳阵光顿只不过快上一点点 微不足道 可是消耗的蒸汽 确实霹雳阵光顿的十倍有余 而且此轻建议并不持久 飞出十里 就没有霹雳阵光顿速度快了 另外此轻建议在启动的时候 没有霹雳阵光顿瞬间就顿速度快 两者相差半席时间 也许这半席时间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最后一点 长途飞行 霹雳阵光顿远胜所有建议 此法开始的时候 需要消耗蒸汽 等到飞舞起来 完全是靠一种惯性飞行 蒸汽消耗少到了极限 唯一的缺点 一道金光飞过 在自己的身后飞行轨迹上 足足数百丈都有那金光痕迹 许久才散 看着太过于炫目耀眼了 剑一飞盾 法术飞盾 优缺点洛黎对比之后 瞬间她的身影一边 全身金光乱窜 向前顿去 再也不遇见飞行 洛黎杀手出身 最讲究是实效 她可没有什么剑修法修的概念 可不会愚昧地强调 不遇见就绝不飞空 什么能给她带来好处 她就是使用什么 万法万剑皆是工具 不管出处 只管效果 一道霹雳 横贯长空 她向着天清风飞去 这一路上立刻此顿法威力显现 回到天清风不过才用了两个半时辰 足足节约了两个时辰 越是长途赶路 这霹雳震光顿优势越强 而且洛黎根本没有消耗多少真气 可不像前往宁静天 飞顿哪里之后 就累得不行了 如果在外界赶路 这可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洛黎先到山峰庭院去看看 哪里虽然没有了以前的长龙 但是还有不少弟子在排队 等待虎禅真人的指教 看来师父在混元宗威望很高啊 洛黎没有打扰虎禅真人 回归自己的洞府 还有两天 就到了七天 洛黎回归洞府 本来想要修炼先天仪器大秦拿 但是坐在修炼室内 洛黎想了想 他笑了 他没有继续再修炼 他决定这两天 自己放松一下 自己给自己放阁架 劳逸结合 有张有迟 才是王道 修心的人生 并不只是一味的修炼 磨刀不误砍柴工 有时还是好好地休息一下 享受人生 洛黎不再修炼 反倒欲空而起 直奔行影洞 他却探望莫燕兰 可惜到了行影洞 并没有见到莫燕兰 他入门之后 被师父看重 重点培养 刚刚入门就闭关修炼 洛黎白来一次 留下一封信件 离开行影洞 想了想 洛黎化作一道雷霆 向着下边飞去 他回归万门 一道雷霆 从天而降 顿是万门弟子 无比的激动 洛黎师兄回来了 洛黎师兄回来了 万思练形的打赌 轰碎破茧是练空间 剑挑外门 南海改天 这些事迹 随着洛黎进入混元宗内门 越来越是传说 无数外门弟子兢兢乐道 回归外门 洛黎摆下酒宴 呼喊无数好友到此 陆舟 陆青 白悠悠 利斗亮 筑千雪 风子虚 叶清风 宣元义 雷清晴 黎大颖 诸多好友齐聚一堂 大家都十分好奇 内门到底是什么模样 看着他们 洛黎心中知道 风子虚 陆舟等人 一定可以进入内门 雷清晴 黎大颖有些希望 或许 叶清风会有机会 但是像宣元义 邓沧海 叶晨等人 他们可没有叶荡 沈黎霄那样的机缘 根本无法进入内门 但是洛黎还是给予他们希望 在话语中 让他们产生梦想 人活着 就要有希望 有梦想 那怕无法实现 但是奋斗过 未来也会无怨无悔 虽然洛黎没有说什么 因为很多内门的情况 不许对外透露 但是灵星说出的点点滴滴 故意的诱导之下 就让这些外门弟子 产生无尽的想象 心中生起希望 内门不再是传说中的遥远之地 而是变成了只要努力 也许自己可以进入的圣地 一点点希望的心火 洛黎为众人点亮 第307章 长生如牢难求死 探望好友结束 外门转了一天 洛黎欲空飞起 化作一道霹雳消失天空 无数外门弟子 为洛黎送行 但是洛黎 并没有回归洞府 飞到一半 霹雳金光消散 他悄悄地前往房市 上次入门 除了三位师叔的见面礼 十分有价值 诸多师兄师姐送给他的见面礼 很多都没有什么用处 倒不如实实惠惠的换成零食 具有价值 另外 马上师父要带着自己出门 寻找机缘 有道是穷家富禄 出门在外 必须万全准备 来到房市之中 去了自己最喜欢的那家商会 洛黎将诸多师兄师姐送给自己的见面礼 还有自己一些无用的东西 全部卖掉 算是五人师兄的十颗上品零食见面礼 最后洛黎身上足足拥有三十万零食 有了钱 自然要花 洛黎开始采购 首先购买百草棕的万草回魂酒 这酒一路喝来 爽口痛快 比吸收零食零气过瘾国了 所以此酒必须买 洛黎早就在阿九哪里打听清楚 那个商铺贩卖此酒 到了哪里 打出阿九的旗号 立刻花了三万零食 买了一千斤万草回魂酒 有了此酒 练器所用丹药就算足够了 洛黎还有寒风洗心助体丹 疗伤炼体的丹药 就不用刻意准备了 其实洛黎拥有生死枯荣结 此秘法就是最佳的疗伤治疗秘法 然后洛黎又购买了足够吃上三年的行军粮 这行军粮一份乃是一个一尺建方的红木盒子 这里面将美味食材用各种药材加工 然后制作成美味佳肴 储存特殊的盒子中 各种口味都有 红烧熊掌 红温驼风 配上白晶晶的灵米 美味十足 而且行军粮 三五百年内不会变质损坏 打开自动加热 就可以吃了 其中都是美味佳肴 蕴含无尽灵气 对修饰极其有益 虽然京丹真人已经屁股 不需要吃饭 但是落离不过练气息 还需要不时吃饭 万一被困在某地 这行军粮就可以救命啊 除了这些 屈纹的匕首的解读的丹药 落离也都一一准备 出门在外 还是准备齐全一些为好 反正有储物空间 往里一丢 不占一点空间 就连凡人用的金银元宝 换洗的衣服 落离都全部准备就绪 一切准备完毕 落离回归洞府 身上还剩下二十六颗上品零食 还有三千下品零食 其实除了万草回魂酒 落离没有花多少零食 可惜的是外门弟子一旦进入内门 有了内门弟子的门派福利 所有的外门积分 立刻全部清零 幸好落离将自己的七十万积分 全部花光 不然就赔大发了 回到天清风 不知不觉 七天过去 落离耳边传来一个声音 落离 今晚好好准备 明天我们出发 这是虎缠真人的声音 落离立刻回答道 弟子明白 到了清晨时分 天还没亮 落离关闭洞府 前往高峰庭院 在哪里默默等待 这时所有过来寻求指导的 混员宗弟子 都已经离开 这处庭院空空荡荡 没有一个人 十分冷清 不过有两个老者 在缓慢地清扫院落 他们并不是机关法灵 而是真正的活人 落离很惊奇 想不到这天清风 除了师父等人 还有其他人存在 这两个老人 都是凡人 没有修仙 岁数都很大 稀老八十了 不过身体健康 扫地对于他们来说 与此说是工作 倒不如说是带着 没事休闲娱乐 但是有老人 在自己面前干活 落离岂能无事 立刻过去 抢过老人手中的扫把 他开始干了起来 两个老人开始 还很不愿意 但是最后 凹不过落离 让落离扫臂 落离一边扫 一边和他们 有一句 没一句地聊着 你叫什么名字 落离 啊 知道了 你就是新来的 小离子吧 小孩子不错 不错 很精神 很懂事啊 是啊 一看就是 有出席的孩子 对了 你叫做什么了 这两个老人 岁数大了 记忆已经模糊 才问完的事情 转眼就忘了 才扫完的地方 转身又去重扫 但是落离对他们说 完全毕恭毕敬 就像对待自己的长辈 一样的尊敬 不一会 虎禅真人到此 他看到扫地的落离 唯唯一笑 他也拿起一把扫把 和落离一起扫了起来 落离赫然发现 这帮老人 直接喊虎禅真人 叫做小胡子 小胡子 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是啊 是啊 一转眼都是多少年了 记不住了 对了 小胡子 你住击了吗 我听说你的住击 是练很危险 在什么先情一击 你过关了 什么啊 你忘了 他还没有去呢 啊 小胡子好像变老了 让落离吃惊不已 虎禅真人可是修到 已经接近千年 他们竟然喊他 叫做小胡子 甚至记忆还在 虎禅真人注击之前 他们到底是谁 太阳出声 虎禅真人一拉落离 向两个老人告辞 说道 落离 走了 这次我们出门 也许要簇月 你可准备好了 落离回答道 我准备好了 虎禅真人说道 好 跟我来 说完 他欲空而起 向着远方飞去 落离也化作一道霹雳 金光四射 随在虎禅真人的身后 两人飞离天清风 虎禅真人看着 落离身上的金光 微笑道 霹雳震光盾 落离点头 说道 是的 师父 虎禅真人点点头 说道 好 很好 省去了不少麻烦 然后他微微一动 落离就感觉到 全身失去控制 不必自己飞行 完全有虎禅真人 带着他飞行 落离唯唯感觉到 如果自己还是遇见飞行 师父一定不会如此 带着自己飞行 落离忍不住问道 师父 那两个老爷爷是谁啊 虎禅真人说道 他们是戏赵祖师的亲兄弟 都活了五千多年 他们都是凡人 无法修炼 早该归城 但是戏赵祖师念及 手足兄弟之情 使尽手段为他们延寿 最后他们和祖师 还有天清风的四大灵脉所病 同生共死 活到现在 但是 天道无情 不能飞心而去 谁可以耐住时间的消磨 你看到了 他们的记忆已经完全崩溃 今天这还是好的 正常情况下 就是活死人 每年也就只有一二天的清醒时间 你想不到他们清醒的时候 最想要的是什么 若离摇摇头 说道 弟子不知道 苦禅真人 常叹一声 说道 他们清醒的时候 就是想死 苦苦哀求祖师 不想这么行尸走肉地活着 就想死亡 这件事成为师祖的心魔 这也是他无法晋升化神的原因 祖师还有十年了 十年后 他们都将一起消散 再也不用受苦了 看到他们的例子 所以我再也没有为自己的朋友 强行言授 谈及此事 虎禅真人心中不爽 猛地迈出一步 洛黎就感觉身体一闪 再一看自己已经飞到了宣州大陆之上 足足飞出千里 一步千里 虎禅真人又迈出一步 这一步看着轻松 但是虎禅真人也是使尽了全力 这乃是一种法术 一种遁术 如同瞬间传颂 又是一闪 又是千里之外 就这样 虎禅真人迈出七步 七步之后 洛黎发现自己身处南海之上 四周一片汪洋 大海无边无际 洛黎忍不住问道 师父 怎么不走了呢 虎禅真人长叹一声 说道 这四九顿法 我只能走七步 洛黎顿时无语 虎禅真人一伸手 拿出一只非洲 这非洲紫红色 形状扁平 若桑叶状 船体通身引有丝丝叶纹 虎禅真人迎风一丢 顿时就长 变成一只掌有十丈 宽有丈五的大船 通体映射着晶莹紫光 看上去华丽非常 此船密封苍盖 两头尖锥状 中部隆起 流线性船身 看着就是美丽无比 周手立着一个奇异法相 人头石身 其中流燕飞闪 令人不敢触碰 虎禅真人说道 上船吧 我们此行目标天涯海格 位于虽远地域 距离宣州数十万里 所以使用此州 可以省去大量时间 洛黎说道 毕子明白 两人进入这非洲之中 其中使用了空间密法 足足有十丈大小 周壁亦是赤红之色 非金非玉 好似红色水晶 在此非洲中 往外看去 方圆百里 一览无余 非洲正中心 有一法台 造型旗鼓 虎禅真人 一指这法台 顿时一个巨大的水晶地图 出现在洛黎眼前 虎禅真人 在这地图上开始设计 圈圈点点 制定航道 这非洲具有自动导航能力 会按照虎禅真人的设置 自动飞行 最后 虎禅真人一拍法台 这非洲一声轰鸣 在水面之上 向着远方飞去 速度极快 比上一次洛黎所租赁的跨域非洲青鸟号 快了醋背 洛黎很是惊奇 问道 师父 这是什么非洲啊 虎禅真人回答道 此乃五弟子火流云洲 五阶跨越非洲 可飞天翼入顿水 还拥有三种攻击法阵 由此非洲 万里通途尽在脚下 洛黎好奇地问道 师父 这非洲 你在买的 第308章雷蛇风暴度凡人 虎禅真人摇摇头 说道 买不到的 这种非洲 多少零食买不到的 师父当年游历时 和一个云海清明宗的修士结缘 这是他送给我的 洛黎说道 云海清明宗 这个好像是上门之一吧 虎禅真人说道 对 平须欲风 凡尘不染 扶摇九天 羽化登仙 此宗乃是上门中七大奇门之一 此宗弟子 一辈子双脚绝不落地 当他们双脚落地之时 就是他们死亡之刻 平须欲风 凡尘不染 扶摇九天 羽化登仙 乃是云海清明宗的诗号 洛黎说道 不会吧 双脚绝不落地 那他们都怎么活着 普禅真人一笑 说道 天下之大 无其不有 云海清明宗其实细算 门中修士 都不是人族 应该算作羽族 他们从出生 就位于九天之上 云海之间 真的是一辈子 双脚从来不会落地 陆里点头 细细回味 口中念叨 平须欲风 凡尘不染 扶摇九天 羽化登仙 对了 师父 我们这次去的天涯海阁 是什么地方 洛黎可是光说话 不干活 在这说话的过程中 他拿出一套茶具 倒出灵泉水 为虎禅真人 泡上自己在灵蝶宗 带出的灵茶 做徒弟的必须孝敬师父 这些小活葬活 你不干 难道等着师父伺候你吗 这点眼力见 洛黎还是有的 虎禅真人 喝着洛黎泡的灵茶 开口说道 天涯海阁位于 虽远地域穷州天涯岛 乃是上门十六剑派之一 门中师号 海生明月 雾化春秋藏真剑 云起天涯 刹那芳华转头空 此门中剑法走的 是太真悟患 风花雪月等剑一套路 正好适合你 所以我带你过去寻找机缘 洛黎低声说道 天涯海阁 海生明月 雾化春秋藏真剑 云起天涯 刹那芳华转头空 普禅真人 继续说道 洛黎 你的天地超脱索 已经完全精通 不过上次我传授 你的天地超脱索 乃是针对幻象天地的应用 现实之中 地形多变 使用天地超脱索 要难上很多 现在我传授你最近 我总结出的几个小窍门 希望对你有用 洛黎立刻恭敬说道 请师父赐法 普禅真人就讲了起来 关于天地超脱索的应用 他一边传授 洛黎一边学 不时地询问 渐渐地由天地超脱索 扩展到洛黎的修炼中 无论是炼器 还是炼剑 还是玉空 还是修法 普禅真人一一教授 洛黎无数以前苦苦寻思 不得其解的难题 在普禅真人的一句话中 豁然开朗 知道答案 就这样 师父二人 一个教来 一个学 旅途之上 并不寂寞 洛黎不时 供上美味的行军粮 配上太白真仙醉龙酒 泡上灵茶 伺候师父 很合虎缠真人的口味 非洲一路向前 在南海之中 足足飞了十七天 然后前方一片阴暗 非洲调转方向 顺着阴暗海域飞了三天 洛黎就觉着飞船一阵 天地灵气奏变 许久洛黎才适应过来 他知道这是跨越飞行 非洲有楚南地狱 到了另外一个地狱 虎缠真人向外看去 说道 好了 到了虽远地狱了 这片地狱和楚南不同 此处地狱有两个大日太阳 相互升起 所以昼长夜短 在此地 凶兽无数 人族并没有像楚南地狱 已经统治大地 在此地狱 人族不过是百族称雄的一族而已 其他一族很强 很多甚至是上古神威时代 万族遗留下来的后裔 具有各种奇异神通 所以不可小看 听着师父讲解 洛黎小有兴趣地看着外面的天地 虎缠真人又一次地调整非洲航海图 非洲继续向前 古禅真人说道 再向前十七万四千里 外面就可以到达果州 然后穿越果州 渡天舌海 就到了燃州 横穿燃州 过嘉陵山 就到了穷州天涯海阁 大约还得一个月的旅程 陆里点头 说道 弟子明白了 非洲继续向前 这五弟子火流云洲 速度如电 虽然一路上 遇到无数海妖海怪 雷电风暴 但是在此非洲急速飞行之下 那些海妖空妖 大海海族 只能望尘哀叹 他们根本追不上 玉器之道 这就是人族修仙文明的厉害之处 这五弟子火流云洲 不但速度极快 而且根本不消耗什么零食 一颗上品零食就可以飞行数十万里 上一次洛黎租赁的青鸟号真是混蛋 消耗了洛黎无数零食 想到这个 洛黎新中就按恨犯无竭 还有那个新州昌家 同时拥有一个非洲的想法 如同毒草一样 在洛黎新中发芽 一路向前 很快前方出现一个大陆 古禅真人看了一眼 笑道 终于到了 这就是果州大陆 这里是人族最先在虽远地域的落脚点 已经完全被人族统治 这里阳光充足 风水滋润 到处都是各种果树 最开始的到此的先贤 就以此命名 说着 虎禅真人调整方向 非洲在此大陆上空飞行 有时他控制非洲 降落到一个个的城市上空 然后飞顿而下 购买无数水果归来 这些水果 很多洛黎都没有见过 而且其中很多都是灵果 什么猪果 什么竹梨 什么松菊 什么藤蛇桃 真的是十分好吃 非洲继续前进 横渡整个果州 洛黎看下去 这里人烟无数 村庄 城市 山寨 到处都是繁荣兴旺模样 很快非洲就到了果州边缘 前方一片大海 这是天蛇海 渡过慈海 前方就是燃州大陆 非洲继续飞行 无意中落离向下望去 只见一艘巨大的海船 在这大海之中 向着远方航行 那海船足足有数百丈大小 三层石器围 但是只是普通的海船 在那船上可没有什么空间法阵 除了船首相不时发出法术波动 船中一个浮路都没有 只是普通的凡人大船 向海船看去 只见甲板之上 不少孩童 男男女女 在哪里细细游玩 他们的父母 微笑地看着他们 他们有人看到了 虎禅真人的非洲 立刻无数人向着这非洲跪拜 嘴里喊着什么 洛黎细细一听 他们先师 先师 他喊着 洛黎迟疑地问道 师父 这是 虎禅真人说道 你也看到了 果州大陆 人族兴盛 但是太兴盛了 人口众多 人亦多 土地有限 求生艰难 所以这些凡人 开始向外扩张 这是移民队伍 渡过天舍海 到达燃州 哪里人族不胜 依附当地的修仙门派之下 庇护他们的安全 就有着无数的土地 可以耕种生活 所以他们看到修士 都会呼喊先师的 因为修士是凡人的顿和剑 守护凡人 避免异族侵袭 人族就是如此扩张 才会在这中天主世界 一点点地成为世界霸主 万族退避 人族独星 陆里点头 在他目光中 那海船很快被非洲超过 不见了影子 非洲继续向前 突然虎禅真人一愣 看向前方 说道 不好 雷蛇云豹 前方诞生了雷蛇云豹 我们马上换航线 说完 虎禅真人开始改变非洲航道 陆里迟疑地问道 师父 什么是雷蛇风暴啊 虎禅真人说道 此地叫做天蛇海 海中有一条远古天蛇 相当于人族的反须境界 十分强大 不过它处于沉睡状态 没有危害 但是它有着无数蛇子十孙 其中有的天蛇脱壳进入妖黄状态 就是相当于我们人族的原因境界 就会搅动风云 引来雷暴 形成这雷蛇风暴 这风暴极其可怕 天蛇脱壳不过是幼阴 此乃天地之威 天地浩劫 师父都难以通过 所以遇到 最好退避改道 陆里点头 非洲改道 刚刚飞出百里 那雷暴前方出现 无边无际的乌云 无穷无尽的狂雷 看着就让人胆战心寒 虎禅真人说道 好了 没事了 我们处于雷暴外围 这雷暴也就是形成三个时辰 没有危险 陆里点头 突然他一愣 说道 不好 那大船 那手凡人的大船 根本不知道这什么雷暴 一路向前 已经进入这雷暴之中 在那雷电风暴之下 大船必翻 所有人必死无疑 虎禅真人也是一愣 他长出一口气 缓缓地调转非洲方向 就要冲入那雷暴之中 然后他说道 若离 这人 我必须救 你要是害怕 我现在送你下船 你可以避开这可怕的雷暴 下船 下去了就上不来了 也许下去了 虎禅真人就像对戴墨秀兰一样 一巴掌拍碎 若离可没有那么傻 若离一笑 说道 师父 你说什么呢 我绝对不下船 我和你一起去 虎禅真人看着若离说道 也许我们会死的 你不怕吗 若离回答道 男儿一生 活得尽兴 死亦开心 有何可惧 活得尽兴 死亦开心 第309章虎禅发火鬼神经 虎禅真人微笑道 好一个男儿一生 活得尽兴 死亦开心 有何可惧 好 其实老早我就要闯闯这雷电风暴 来吧 让我们冲进入 说完 虎禅真人控制非洲 冲入这雷电风暴中 轰 轰 轰 天雷滚滚 暴雨疯狂 这简直都是雨 就是九天之上 打开阀门 无尽的洪水 从天而降 虎禅真人大吼 若离 你去控制非洲 寻找凡人大船 我去非洲之上 抵御这无尽雷暴 说完 他身形一闪 飞到了那非洲之上 洛离冲到了法台之前 在此雷暴中 非洲再也无法自动航行 只能洛离人手控制 连接法台 控制非洲 洛离第一件事 就是向着法台之中 加入十个上品零食 让此非洲原能无限 不至于出现断能局面 然后洛离 控制非洲 避开一道道雷电 在大海之上 拼命寻找那凡人大船 雷电一道道的轰下 洛离根本避不开 但是虎禅真人脚踏 非洲之上 那雷电轰到他的身前 他伸手一击 顿时将那雷电粉碎 突然洛离耳边传来声音 找到了 左边三十里 快 那船要碎了 洛离立刻调转方向 向着哪里冲去 三十里之地 转眼就到 只见那手凡人大船 船首相已经崩溃 船帆落下 其中无数海员 在船上呼喊维修 但是毫无用处 这船马上就要在雷暴中粉碎 船上众人 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 父母紧紧地抱着孩子 等待着死亡 哭好声 求救声 想成一天 人之将死 恐惧无限 那声音甚至可以透过这可怕雷暴 让洛离听到 其中带着无比的绝望 一道巨大的紫色雷电落下 那雷电足足有一丈粗细 散发着无尽的天威 直直落下 踢向那手海船 看到这雷电落下 一瞬间 所有的哭好声 求救声 消失了 所有人都知道这一雷下来 大船立刻粉碎 死亡就在眼前 所以这一刻 万声消散 他们等待死亡的来临 瞬间 五弟子火流云洲飞到大船之上 虎缠真人一声大吼 一拳打出 轰 那紫色巨雷被他一拳打爆 然后无数的欢呼声响起 船上无数人发出大叫 先师 先师 先师来救我们了 先师慈悲 先师慈悲 先师救命啊 虎缠真人立在五弟子火流云洲上 这五弟子火流云洲飞在大船之上 他传音道 洛离 下去 去修补海船漏洞 洛离回答道 弟子遵命 他离开非洲 化作一道霹雳 落到海船之上 所有海船之上的海员 看到洛离 立刻跪下 口中高喊 先师慈悲 先师救命 洛离喝道 大船漏洞在哪里 立刻有船员回答道 在左舷下方 有一个大洞 还有后舵哪里也有一个漏洞 洛离立刻冲了过去 化作金光钻入海中 来到那大洞之前 可是洛离没有修补大洞的法术 这可怎么办 洛离抬头就要询问师父 但是一咬牙 忍住了这个念头 什么事情都问师父 岂不是废物一个 自己修炼这么久了 岂能被此难住 洛离思量应对之法 瞬间一个办法想起 洛离的发家之道 画福 他立刻一伸手 取出自己的灵犀笔 注入真元 准备画福 可是没有灵末 洛离手腕一阵 立刻震破血脉 鲜血流出 洛离用灵犀笔沾着自己的鲜血 开始在那漏洞出画福 九要晴空笔 龙渊碧水笔 上轻聚悬动真笔 转眼三个笔落画下 立刻形成悬灵效果 那孤独督向着船舱灌水的窟窿 立刻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堵住 洛离点点头 怎么也是做了 那就做个狠的吧 瞬间 他整个人化作一道霹雳 在这大船上下左右 船舱甲板 飞舞起来 一边飞舞 一边以灵犀笔作画 以整个海船为符指 在其上 洛离画了一个大符 在这飞顿画符的同时 洛离刻意地露出自己的面容 在船舱的诸多旅客身前飞过 让他们看清自己 最后浮路画完 洛离喝道 砍离交融 聚火开关 真一分眼 万物有形 虚空自知 水云天见 积极如律令 陷 随着洛离的一声大吼 轰 并不整个海船的浮路 立刻激活 在这海船之下 升起倒倒云气 整个海船如同一块云雾 漂浮在海面上 这正是洛离最擅长的云霞符 至此这个大船 再也没有被海水淹没的可能 云霞飞雾比水清 永远在水之上 浮路画完 洛离至少流出两大碗鲜血 不过不算什么 在师父面前 必须表现一下自己 这血流得完全值得 流血自然有收获 船上无数旅客船员 看到洛离画幅救命 冲着洛离不住的叩拜 先师慈悲 先师慈悲 先师救命啊 瞬间 一道道善功 向着洛离飞来 这是生死存亡之际的救命感激 而且危险还在 最是纯正 最是完美的善功 船上足足二千多人 转眼洛离就收获两千善功 化成两个善的 所有人都感激洛离 至于在非洲之上 苦苦抵御雷暴袭击的虎禅真人 被视为先师的手下 或者仆人 无人关注 雷电轰鸣 一道道披下 这雷都是天雷 无比的巨大恐怖 蕴含无尽雷能 根本不是普通雷暴可以比拟的 虎禅真人 立于非洲之上 将这雷电一道道得击碎 没有一道雷电可以轰中大船 安全无事 陆里长出一口气 四周昏暗无光 这船根本无法航行 离开这雷暴 只能等待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转眼两个时辰之后 也不知道虎禅真人 劈碎了多少雷电 天空雷云渐渐暗淡 那暴雨也像洪水灌注一样 不过也不小 如同瓢泼大雨 突然洛梨就感觉到一种恐惧 好像在那雷暴中 有一个强大的存在 看向自己 看到了自己 这一瞬间 洛梨全身毛骨悚然 汗毛倒立 她想要向着师父示警 但是全身一动不能动 在那雷暴之中 千丈高空 出现两道红色的光球 那光球足足有一丈大小 看向这里 然后洛梨就听见头顶 哼的一声 那五弟子火流云舟 如同被巨人灰锤扫钟 一下子飞了出去 不知道飞向哪里 不见踪迹 与此同时 虎禅真人也消失无影 被那一击 打飞 然后洛梨才看到 一个巨大的蛇尾 在大船上空扫过 一下子打飞了 非洲和虎禅真人 那两个红色光球 什么光球 赫然是两只蛇眼 呼 这是那蛇尾扫过 形成的暴风吹过 差一点把洛梨吹倒 洛梨傻傻地站在这里 看着那足足有千丈高的巨蛇 奥立水面之上 师父飞了 一种无比的恐惧感觉 在心中升起 然后 瞬间 在远方大约三四里远的海域 好像有什么东西出来 好像什么洪荒巨兽 跨越时空的界限 在此世界出现 好像那远古神魔 穿越时空走廊 回归人间 那巨蛇带来的恐惧 一下子消失 因为哪里传来的恐惧波动 乃是巨蛇制造恐惧的数十倍 这是一种心灵感应 这是一种生灵的本能 不只是洛梨 传上所有人在此恐怖感觉之下 一下子全部昏迷 这是生命的自动保护能力 那奥立大海之上的天蛇也是如此 它吃惊地看着哪里 不知道哪里什么诞生 然后 在洛梨耳边 传来一个声音 混蛋 竟然把我搞出血了 竟然让我流血 你是不想活了 爆炼 凶威 疯狂 恐怖 在哪里无尽的疯狂气势升起 然后一瞬间 这雷暴停滞 这大雨凝结 好像在此气势之下 天地都随着终结 轰 一声俱响 无尽的气势狂涨 天地轰鸣 无尽的乌云被这狂暴的争气 粉碎 洛梨立刻看到 一人悬浮海面之上 这可怕恐惧的气势 就是在他身上发出 赫然正是虎禅真人 这时的虎禅真人 如同神魔将士 脚下踏着无尽流离云海 全身散发金色光芒 气势通天 洛梨见过的所有原音真君 都没有如此气势 虎禅真人看向那千丈天蛇 随着他的目光 那天蛇不住的后退 洛梨隐约感觉到 他在折折发抖 他怕了 无尽的雷暴 向着天蛇汇集 他要借助这雷云保护自己 避开这可怕的小小人族 虎禅真人看着他 继续说道 竟然让我流血了 几百年了 头一次了 你是不想活了 随着他这一句话 轰 一声俱响 在他身上 爆发无尽的火海爆炸 这个爆炸 洛梨熟悉无比 正是当初昌州大战时 混元宗使出的万玉岩 焦土万礼报 瞬间 天地间亿万跳跃气机 也都在此刻沉寂下来 一道巨大白色光柱 猛然喷波而出 在这等无可抗拒的 可怕威能面前 每个有智慧的生灵 都会感到由衷的敬畏 天地一静 然后虎禅真人身上 升起无尽火焰 随着冲击波之后 轰 一轰之后 以他为忠心 三百里的大地 全部沉浸在无尽的火焰之中 所有的一切 全部化作焦炭 什么雷云 什么风暴 一切消散 一击下去 天地接近 大海之上 只剩下虎禅真人 千丈天蛇 还有洛梨所在的大船 这手船完好无损 被虎禅真人刻意保护 毫发无伤 洛梨大喜 喊道 师父威武 师父威武 杀了这个小舌 抽他骨头做龙骨 吃他血肉 喊道 这里 洛梨立刻住嘴 因为他注意到 师父的目光没有在这小舌之上 而是看向经此一抱 彻底平静的海面 只见这海面之下 出现一只巨大的海舌影子 这海舌无边无际 足有百里 豁然洛梨想起了天蛇海的来历 第310章 虎禅至今未一败 洛梨立刻无声 打了小的 老的来了 难道这天蛇苏醒 虎禅真人看向海底 在他身上的狂暴气势 一点点的消失 就是因为巨大海舌出现 虎禅真人疯狂一击 最后关头放过了天蛇 他开口说道 我一直以来 只是破雷 只是救人 并没有破坏一点雷蛇云暴 是他先出手的 我才出手 这话一说 洛梨顿时感觉到了 师父进入雷蛇云暴中 只是破碎轰来的雷电 没有管其他雷电一丝一毫 虎禅真人又继续说道 既然前辈出来了 替后辈撑场面 那我就原谅他了 不过我的血不能白流 不要逼我出手 到时候 天崩地裂 你死我活 可就不好看了 这话说完 在虎禅真人身上 出现一种奇异的气势 这气势不同于方才他的狂暴 无尽的气势在空中凝结 天空中洪荒之气爆发 好像一巨人奥利天边 手持巨斧 又要重新地开天披地 可怕的洪荒气息向外喷送 和那大气相冲 立刻引发震震雷声 真是奔雷滚滚 电闪雷鸣 大海之中 一个老朽声音传来 先情破灭终极混沌集 你有何同归于尽的资格 然后那巨大的海蛇影子 渐渐消失 大海恢复正常 虎禅真人看向那千丈巨蛇 那巨蛇猛的张口一咬 然后在蛇口之中 飞出三道光芒 赫然是三颗蛇牙 飞向了虎禅真人 这是补偿 是他将虎禅真人打出血的补偿 虎禅真人收起三颗蛇牙 一伸手丢出三颗丹药 说道 来而不往非离也 这是三颗造化生生练形丹 专门适合你们这些要求 百年级可化形 可以使你少受三千年化形之苦 那三颗丹药飞到巨蛇身边 瞬间消失 被他收起 他好像十分的不好意思 向着虎禅真人连点三下头 这造化生生练形丹 对于妖秀意义重大 他感激不尽 虎禅真人一笑 说道 不要感激我 以后再有通过这里的人族海船 你帮帮忙 担待一下 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 至此一句话 活了无数人 从此时船无能过的天使海 变成通途 再无以前各种危险 虎禅真人说完这话 一伸手收起那被打飞的五弟子火流云舟 再一伸手 洛黎还有整个海船瞬间消失 也被他收入附属世界中 然后虎禅真人一迈步 瞬间清理 化作一道流光 消失大海之上 洛黎这才开口问道 师父 师父 那个是远古天蛇 虎禅真人说道 是啊 要不是他出现 我就灭了这条小蛇 抽他的精 吃他的肉 没有办法 老的出现 虽然我可以和一拼 纳命一搏 拼个同归于尽 但是不值得啊 不值得 洛黎点点头 说道 是啊 师父 那使你动手 我和这些凡人必死无疑 师父 什么是仙情破灭终极混沌集啊 虎禅真人说道 一直以来师父都在宣传自己从来没有一败 可是师父不过精丹真人 为何如此可以夸下海口 就是因为此宝 这是仙情最强大的战略武器 此法一出 天崩地裂 万物毁灭 乃是我最大的底牌 什么这个那个 只要我使出此招 全部都要死 所以我从来没有败过 哪怕比我高出几个境界 人恼老子 天地反复 同归于尽 所以我从来没有败过 记住有时候战略撤退也是不败 洛黎说道 师父 你就是不使出这个仙情破灭终极混沌集 你开始的狂暴 也很厉害 虎禅真人一笑 说道 我苦苦压制境界六百年 至今不愿晋升原因境界 我的至交好友 现在都已经原因中期了 要不都已经死掉 我再不得到点力量 我岂不是傻子 这次经历 洛黎和虎禅真人关系明显进了一层 虎禅真人继续说道 不过这次没有白流血 那天蛇的三颗蛇牙乃是他修炼万年的积累 属于天地灵才 至少可以制造六阶的法宝和神剑 说到这里 虎禅真人一丢 洛黎眼前出现一颗蛇牙 足足有三尺大小 散发着洁白的光芒 但是其中蕴含无尽的毒性 虎禅真人说道 这个是你的奖励 洛黎说道 师父 这个 这个太贵重了吧 虎禅真人说道 有功就奖 有过就罚 你师父这点能力还是有的 收起来吧 洛黎立刻收起 说道 谢谢师父 虎禅真人说道 你这个毒牙 不要炼化法宝和神剑 等到你进入住基期 太初动天二次进化 用此进化出天使护卫 我最近查了一下关于太初动天的记载 这动天世界有点问题 它可以吸收破碎的动天世界 但是对方并不是白白的让你吸收 需要征战 消灭残破动天世界的原主人 你才能吸收对方的动天世界 消灭不了 你就是对方的牺牲品 要是早一步查到这个资料 我就不让你炼化太初动天了 洛黎一愣 想不到太初动天还有这个弊端 苦禅真人又是黑黑一笑 说道 让我流血 我就让你疼上百年 我那三颗造化生生练形单 是具有画形之能 但是三千年的寻寻渐进画形 进化百年完成 必然会带来无尽的痛苦 可是画形的诱惑在前 它绝对无法忍受这种诱惑 必然服下 然后承受无尽的痛苦 哈哈哈哈 一边剧痛 一边诱惑 明知道很痛 还得去做 还得忍受 这就是我对他的报复 百年之苦 让我流血 有你好受的 洛黎不由地流下冷汗 自己的师父 好像很腐黑 好像很阴险 而且还超级强大 得罪他 绝对没有好下场 洛黎忍不住说道 师父 其实你一开始就可以将整个雷蛇云暴 全部驱散 你开始完全是试探我 虎禅真人点点头 说道 是的 但是我不能那么做 这雷蛇云暴是那的天蛇的机缘 如果我驱散了 他的心路就断了 一辈子无法成为妖皇 从此他就会恨死人族 与人族接下死仇 这天蛇海人族就再也无法通过了 今天这么一搞 要受罪事重信 从此此海 人族可以轻松通过了 陆里点头 原来如此 虎禅真人考虑的极多 不是小小一传人的生死 而是人族的兴衰 突然 洛黎一愣 他心中诞生一个念头 会不会那狂暴 那流血 都是假的 故意装出来的 吓唬天蛇 都是为了这个买下伏笔 但是这个 洛黎就没有答案了 虎禅真人也不会告诉他 很快 虎禅真人飞到了燃州大陆一边 放出海船 这时众多凡人 全部苏醒 对着虎禅真人 洛黎两人 跪拜不至 虎禅真人猛地身上 升起一道奇异灵光 所有人立刻全部看向他 目不转睛 洛黎豁然醒悟 这是当初若同师姐所说的 观世情枯沧海之法 若同师姐上次施展的 就是枯沧海 所有人看他不见 只有自己可以看到他 这一次师父使的是观世情 所有人都看着他 只有有缘人 才看不到他 全场之中 所有人都看向虎禅真人 没有一个有缘人 虎禅真人摇摇头 开口说道 而等向东百里 哪里有一处港口 唯离幻宗地狱 离幻宗乃是三千左道之一 属于正道 最是救护普通百姓 你们去寻求他们的庇护 至此在这燃州开枝散叶 好好的生活下去吧 说完 虎禅真人带着洛黎 化作一道光芒 消失不见 诸多凡人跪在船上 不住地跪拜 谢谢先师 谢谢先师 先师慈悲 先师慈悲 但是洛黎皆道的善功 可没有原来那么多了 而且少了无数 危险过去 人心杂念横生 感激不再那么真心 不过这就是人性 经此一世 洛黎得到万年天蛇毒牙一只 得到善的三个 至此现在拥有六个善的 六十二个善功 注入五弟子火流云洲 十个尚品灵石 还剩下十六个尚品灵石 虎禅真人 损失五弟子火流云洲一手 被那天蛇一击 这五弟子火流云洲受损 无法再驾驭飞行 不过虎禅真人也没有当回事 原来此周具有自动恢复的能力 几十天之后 就会恢复正常 不过没了五弟子火流云洲 下面的路程 只有靠自己飞顿了 虎禅真人带着洛黎 继续向着前方飞去 一路飞顿 洛黎立刻发现 燃洲大陆之所以叫做燃洲 因为此地经常会大地喷出一种漆黑的液体 散发难闻的味道 被世人称为黑龙穴 一点旧着 呼呼燃烧 所以此地叫做燃烧 这里可没有像果州大陆那样人烟丰富 天地虎狼谋兽 妖魔鬼魅无数 到处都是险地 一不小心就宿命死亡 人族在此生存十分艰难 都靠修仙门派 修仙家族庇护 那些修仙门派 修仙家族 占据大地 击杀妖魔 逐出魔兽 粉碎显地 凡人在这些土地上 开荒种粮 建立村庄城市 然后寻找资源 贡献修仙门派 其中具有灵根的凡人 加入修仙门派 补充修仙弟子 修仙族人族的盾和剑 守护人族社会 继续向前 很快两人飞过燃洲 一路上 也有不开眼的妖魔鬼魅 魔兽凶灵 过来袭击他们 虎缠真人从不出手 压制境界 外人看来也不过练气棋 避免自己的精丹威压下跑 这些送上门的家伙 他们全部交过洛黎练剑 洛黎先是天地超托锁 锁住对方 然后灵蝶剑翼 几乎一下一个 一路斩杀 横行无际 除了妖魔鬼魅之外 路上还发生了三起修仕袭击事件 那修仕竟然要打劫二人 有的时候 人比那妖魔鬼怪 还是可怕 路里也不惯毛病 过来打劫的 全部斩杀 一个不留 就这样 一路之上 战斗近百 终于这一天 两人飞到一条巨大的山脉之前 这就是嘉陵山 过了这里 就到了穷州天涯海格 第311章师父师叔有奸情 穿越嘉陵山脉 来到穷州大陆 虎禅真人一斗手 一张飞符发出 这是拜山玉符 来到人家的地盘上 怎么也得通知一生 这里完全和燃州不同 此处人族占据主导地位 到处都是人族的村庄城市 人族在此十分兴盛 之所以如此 其实原因很简单 果州 穷州 资源丰富 灵气充足 所以被上门或者旁门占据 由此强大修仙门派的守护 人族自然兴盛 燃州地域资源稀少 灵外不足 自然没有大的门派在此 只有向左道黎焕宗这样的小派 在此安家 实力不足 无法庇护人族 所以人族在那大陆之上 处于劣势 虎禅真人带着洛黎 来到穷州大陆 他直奔一处人族城市而去 在那城市一边的高山之上 有一处修仙家族 虎禅真人到此 拿出一颗玉牌 立刻那修仙家族热情接待 打开家族中的传送阵 虎禅真人带着洛黎进入 瞬间一闪 远程传送 直接来到穷州海边的天涯海阁山门所在之处 离开传送镇 落离看去 这里是一片喧哗的港口城市 一眼望去 远方是无尽大海 在此港口 停靠着无数的船舶 那些船舶 有楼船 也有帆船 更有难以相信的金铁巨船 乃是用金铁悬铁制造而成的宏伟大船 足足百丈 如大山一样 雄伟异常 飘浮在大海之上 看过去让人目瞪口呆 在港口之中 各种店铺无数 生意兴隆 这里各种药材 灵丹 秘籍 战宠 法器 应有尽有 这里就是天涯海阁的房市 此地乃是虽远地域的第一大港 此处向着北方航行 就是苍北地域 向西就是西海地域 向南就是南海地域 那些巨舰 都是凡人制造的大船 借此来往天地间 进行贸易往来 运来种植的草药 收购海上的奇珍医宝回去 甚至还运送零食 这种钢筋铁巨舰 以零食为动力源 在海上可以抗拒风暴 日行万里 虎禅真人见状 给洛黎解释道 真是厉害啊 洛黎忍不住说道 虎禅真人继续说道 天涯海阁建修门派 乃是十六建派中专修建议的代表门派 奇门中共有二十七建议 太真悟患 风花雪月 瞬间决生死 缥缈断人命 很是犀利 不过 因为他们门派建议的特性 导致天涯海的弟子 男少女多 甚至有人称他们为女修门派 洛黎说道 啊 竟然如此 虎禅真人继续说道 也许只有女人的感性 才能把这太真悟患 风花雪月的建议 发挥到极限 两人缓步向前 刚刚走出传送镇 就看到前方出现一群人 迎了过来 这群人看去 女子居多 花红艳绿 美女无数 这些女人出现 大街之上诸多修饰 纷纷行礼避让 最前边是两个女子 一个贵妇模样 浑身剔透 如同冰晶 拥有一双湛蓝的眼睛 尖尖的下巴浑若鬼斧神功 美得惊心动魄 那一点阴唇 没有一丝血色 一圈圈淡蓝色冰蓝绕着她身体流转 若隐若现 一个女修 看过去十分年轻 身姿娇小 肤色洁白 一举一动之间都带着一种飘渺之气 她们两个面带笑容 直奔虎禅真人而去 两人一人抓住虎禅真人的一个胳膊 开口喊道 虎禅大哥 你来了 虎禅大哥 三百年未见 你还是老样子啊 虎禅真人也是露出高兴的笑容 说道 三百年未见啊 新伦 新衣 你们两个还是这么漂亮 那个娇小的女修喊道 上次一别 足足三百年 说好的礼物呢 不给我 我可不放手 另外一个女修说道 是啊 你心真狠 一别就是三百年 我和清衣的原因大点你都没有过来 怎么赔偿我们 她们三人你一句 我一句的聊了起来 多年好友未见 双方眼中只有对方 聊个不停 话语之中 带着一丝丝的暧昧 傻子都可以看出来 这两个女修对虎禅真人眉目有情 但是除了洛黎 周围过往的行人 附近的商户 都听不到她们的说话 看不到她们的动作 可见这是她们施展的法术 哪怕你就在她们身边 她们不想让你看到她 你就永远看不到 取久 虎禅真人才说道 好了 好了 你们两个不要闹了 以后我们再聊 这是我最近收的徒弟 洛黎 然后虎禅真人 一纸贵妇模样的女修 说道 这是你清伦师叔 在一纸那个娇小女修 说道 这是你清一师叔 她们是姐妹两人 现在她们都是原因真君 比你师父强多了 洛黎就是一愣 想不到她们两个 竟然都是原因真君 洛黎立刻过来行礼 按照混元宗的规矩 说道 弟子洛黎 拜见清伦清一师叔 清伦真君长叹一声 说道 真想让你喊我一声师母啊 这一句话说完 洛黎忍不住擦汗 果然和自己想的一样 她们三人之间有一腿 普禅真人 嗡嗡一声 说道 行了 不要在小辈面前 丢人现眼了 普禅真人一句话 这清伦清一十分听话 几乎她说什么 就是什么 立刻两人恢复真君的气势 普禅真人向着对面望去 对面足足数十人 几乎都是女子 一个个都是娇嫩容颜 不过看她们的穿着衣服 应该都是婢女奴仆 但是境界都不低 最弱的也是助击境界 其中促人精丹境界 在队伍的最前边 有一格女修 唯独她境界不高 不过练气大圆满 此女年纪不大 赫然是男装打扮 但是那娇嫩的肌肤 精致典雅的五官 还有那双笔直的长腿 立刻就知道她是女扮男装 普禅真人一指她 说道 这就是你们姐妹新收的徒弟吧 她是火舞妹 还是火娇羊 清伦真君说道 看来普禅大哥 还是关心我们的 她是舞妹 娇羊被半山师兄带去修炼 是天后才会回来 普禅真人点点头 拿出遗物 正是在天蛇海得道的蛇牙 递给了火舞妹 说道 师伯的见面里 清伦真君看到了蛇牙 说道 这是天蛇海天蛇蛇蛇牙 我看都已经万年火候 而且对方不诚心相送 根本的不到啊 快 舞妹 谢谢师伯 火舞妹咬咬牙 伸手接过 鞠躬说道 嘴里说道 多谢师伯 但是低下头的双眼中 却隐藏着一丝的不屑 正好洛黎位于一边 恰好看到 自己的两个师父都是原音真君 可是这个什么虎禅大哥 却是精丹真人 还得自己喊师伯 他心中暗自不服 若离看到这个 心中就是一幕 不知不觉他已经完全 接受师父的存在 看不起自己师父 就是看不起自己 清伦真君说道 对了 见面里 小妹 你看 心一真君一点头 他一伸手 凭空出现一朵莲花 这莲花大约有拳头大小 静静绽放 半次分明 气味芬芳 说道 既然有缘 这是我们姐妹送你的礼物 虎禅真人看到这莲花 就是一愣 说道 这里是不是贵重了一些 清伦真君说道 没有他 大哥你也不会来看我们 所以一点也不贵重 虎禅真人对着洛黎说道 洛黎收好 这时地阶天地灵物就如真莲 洛黎顿时也是一惊 天地灵物分为四格等阶 天地玄黄 其中玄阶天地灵物 就已经十分珍惜 而这时地阶天地灵物 就是原因真君也没有几格 相当的宝贵了 洛黎立刻小心地收入自己的太初洞天 然后行礼 说道 多谢两位师叔 清一真君说道 好了 走吧 我们到宗门中好好聊聊 哪里酒宴已经摆下 在他们的带领下 洛黎随着他们前进 这一路上 霞光开路 红毯铺地 所有闲人全部避让 一路之上 横行无阻 看着清伦真君 清一真君在虎禅真人面前 百依百顺 勤切可人 但是这一路上 洛黎观察其他人对他们的态度 全部是敬畏惧怕 他们在此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一个眼神下去 就是圣旨 天涯海阁的山门 位于房市以东三百里 哪里乃是一处宏伟高山 天下十大名山之一 这高山叫做崖山 当初人族拓展到此 观其前方大海不可预测 看其崖山雄伟跌宕 就认为这里乃是天涯海角 世界的尽头了 虽然随着人族大开发的脚步 很快这个成了笑话 但是此地 被后人称之为天涯海角 当年天涯海阁的开宗祖师 在此立派 门派之名 就是由此而来 这崖山雄伟跌宕 山峰秀美 其中山泉冰冬 由高山之上流下 形成道道瀑布 山绿河青 寒烟吐萃 阳光之下 崖山之上便是蒙了一层 似有若无的绿沙 生机昂然 天涯海阁的山门洞府 就在这崖山之巅 有无促阁楼组成 一个阁阁楼 悬空而立 漂浮空中 丙瓦屋檐均是 玄妙灵才所著 晶莹剔透 宛若冰晶 四面围栏 八面来风 山风吹来 风铃声声 灯高远望 天下八方 静在眼中 好一片锦绣山河 第312章 我这徒弟很强的 登上崖山 看着漫山漫天无数的浮空海阁 落离惊叹不已 这里太美了 好像仙境一般 让人在此不知道身在何处 忘乎所以 知道虎禅真人到此 清伦清一两位真君 早就准备了盛大酒宴 就等虎禅大哥到此 到了这里 稍稍休息片刻 酒宴开始 在一处高空海阁中 洛璃等人分兵煮落座 开始上菜 这酒菜赫然都是灵财 什么爆火龙腥 什么干炒凤干 千年灵芝汤 虽然都是亚龙飞凤之类的灵财 喝的鲜酒乃是十大鲜酒之一的元皇太英酒 这顿酒宴 落离估算一下 这些灵财灵酒至少价值十万灵石 虽然乃是热情招待客人 多年不见 但是由此可见 天涯海阁这帮娘们的奢侈浮华 酒宴之上 像走马灯一样 陆续有人过来欢迎虎禅真人到此 足足来了七位元英 甚至还来了一个化神真尊 虎禅真人的人脉相当广远 到此的元英真君和化神真尊 对他都十分客气 没有一个在意他经单真人的修备 他们喝上几杯元皇太英酒 说上几句客气话 就都相续离开 最后就连天涯海阁的掌门半山道人 都亲自到此 这是到此诸多强者中 唯一的男人 半山道人头戴金和展翅罐 身穿仙青道主袍 被官披赤英子流苏 双手拢袖 是一个意态悠闲的道人模样 他的双眉带子 眼瞳也带子 尤其最令人惊奇的 是在他头顶上方三尺之处 居然也是一样紫光流动 宝气耳然 周身飘鲜之盖 拙然避陷令人一见难忘 等到众人全部离开 最后酒宴之上 就剩下青伦青衣两位真君 还有他们的五个弟子 其中四个精丹真人 还有活五妹 这酒可是十大仙酒之一 为上门单宗炼制 酒精十足 就是反须真一也会喝醉 当然了 只要他们施法 这酒精就可以立可驱散 可是他们不会的 人生难得一回醉 有的时候不是酒醉人 而是人醉酒 青伦青衣两位真君 这次酒宴 可没有少喝啊 喝到最后 都有些喝醉 再也没有了一点原因真君的端庄模样 他们坐在虎禅主人左右 一边一个 死死地抓住虎禅真人的两个胳膊 绝不放手 青伦真君抓住虎禅真人的左臂 死死不放 说道 虎禅大哥 你说了 你说过的 你会娶我们姐妹的 你说话不算数 三百年 三百年 都没有来找我们 我恨你 青衣真君说道 是啊 三百年啊 我们都晋升原因了 原因大点你也不来 看看我们 我们很想过去看看你 可是一想你生气的模样 我们就怕 就怕你生气 不敢过去 只能不住的期盼 若离不过练气棋 没有资格喝着鲜酒 不要说喝了 就是舔上一口 也许就会醉死 不只是他 对面的活五妹也是如此 没有喝此鲜酒 那四个精丹真人 早已经醉得不行了 整个桌子就他们两人清醒 看着青伦青衣两位真君的模样 洛璃感觉很奇怪 一直以来 这青伦青衣两位真君 毫不掩饰对虎禅真人的喜欢 可是喝到尽兴之时 酒精上头 格格显露出小女子的本来模样 反倒喜欢真爱的感觉消失 反倒像两个小女孩 流露对父亲的依赖情绪更多 虎禅真人反倒是喝到最后 神色不变 他一句话不说 但是他在哪里端坐 以前那温文尔雅 不急不躁的感觉 反倒消失 有一种誓言 是冰 是锋芒的感觉 活五妹咬着下唇 他十分不喜欢师父这个模样 一直以来 师父在他面前都是高高在上 冰冷无情 一心为剑 可是现在过去的形象 完全崩溃 所以他看像虎禅真人的眼神 带着一丝恨意 他不过是精丹真人 凭什么自己两个师父如此喜欢他 没有道理啊 连带着 他将洛璃一起恨上 清伦真君拿起酒杯 还想喝上一杯 突然发现杯中无酒 冲着洛璃喊道 小子 过来倒酒 洛璃急忙过去倒酒 可是他拿起酒壶 发现这满满一壶元皇太英酒 都已经喝光 左右一看 一边好几个空壶 元皇太英酒都喝光了 洛璃立刻伸手 拿出自己的太白真灵醉龙酒 为清一真君倒上一杯酒 清一真君一饮而尽 转头看向洛璃 说道 好酒 好酒 小子 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见到你师父的时候 也就你这么大 不 比你小得多 那时我才十二岁 我家英伟家传的剑法乌日天剑诀 被仇家灭门 全足八百六十四人 就我和十四妹 活了下来 仇人在后面死命追赶 我爹 我娘 清一的爹娘 为了挡住他们 一个个的死去 最后带着我们逃顿的非联兽 也立进而亡 那时我抱着只有三岁的清一 他死死地抓着我的衣服 一动不动 吓得都不会哭了 我们拼命地跑啊 我的仇家 在后面狂笑 如同猫抓老鼠一样 我死命地大哭 最后跌倒 再也逃不动了 我知道自己要死了 那种绝望 永生难忘 这时大哥出现了 那时大哥在采摘什么邻果 刚刚急杀守护邻果的邻兽 身受重伤 听到我的呼救 出现了 然后他挡在我们的身前 一人大战追杀过来的仇家 那时他才不过住击齐 就挡在我们身前 血战 血战 最后救了我们 我记得他那时浑身是血 却没有眨一下眼睛 每受一处伤 就对着我们轻轻地说道 没事了 你们没事了 只要我在 没有人可以伤害你们 此情 此景 此句话 我记一辈子 永远不忘 豁然 洛黎明白了 为什么青伦青衣两位真君 如此迷恋虎缠真人 他说到这里 又喝了一口太白真灵醉龙酒 一旁的青衣真君说道 后来 大哥带着我们 把我们养大 传守我们剑法 迎我们入道 送我们进入天涯海阁 助我们报仇血恨 杀光仇家 为我们寻找秘籍建决 寻找灵丹仙药 让我们一路向前 助击 经丹 原因 没有大哥 那有我们的今天 大哥 你说话不算数 我记得小时候 我七岁那年 走火入魔 你抱着我坐在你的大腿上 为我疗伤一个月 我可算捡回来了一条命 我那时说小依依长大了 要做你的新娘 你可是答应我的 说到这里 众人在明白 为什么青伦青衣两大真君 为什么称虎禅真人为大哥 完全就是救命养育教导之恩 活五妹看向虎禅真人的眼光 就是一变 由原来的鄙视 化作无比的敬佩 青伦真君也说道 是啊 是啊 我十六那年 你也说过 伦伦越来越漂亮了 长大了做大哥的新娘吧 怎么长大了说话不算数了呢 青衣真君说道 都是那个贱人 夺梦那个贱人 是他抢走了我们的大哥 说道多梦二次 在青伦真君和青衣真君身上发出二股杀意 这是贱意 只是神念的微微散发 洛梦就有一种全身胆寒 汉毛道立的感觉 只要他们初见 就是天崩地裂 万物毁灭 虎禅真人突然开口说道 行了 不要在晚辈面前胡说八道了 夺梦已经走了那么多年了 你们怎么还没有放下呢 你们再如此 我就永远不见你们 青伦真君和青衣真君立刻色变 那杀意见意消散 变成两个小女孩 死死地抓住虎禅真人的双臂 说道 对不起 对不起大哥 我们不说了 夺梦仙子是我们大嫂 我们再也不说了 他们两人对虎禅真人十分听说 百依百顺 虎禅真人长叹一声 拿起酒杯 喝上一口 看向远方 说道 夺梦 夺梦 我的爱啊 三百年了 已经走了三百年了 青伦真君说道 大哥 你没有找到夺梦仙子的转世之身吗 当时我记得他神魂完好 经辞杭四的高僧超度 应该可以转世重生了 虎禅真人许久无语 最后说道 凡今生之为即习生 生之故事即故事 物是人非 过去的前世 就是过去 我的挚爱 已经永远的不在了 这一刻 在他身上出现一种哀伤 这哀伤如海 若离忍不住落下眼泪 不只是他 方圆百丈 无论什么人 在做什么 全部心中生起无尽的悲哀 全部落下眼泪 这哀伤来得快 去得也快 虎禅真人瞬间恢复正常 又变成那个温文尔雅 不急不躁的精丹真人 他说道 好了 不喝了 说点正事吧 然后他一指落离 说道 今天我到这里 完全是为了他 你们天涯海格的紫阳流光 马上要到了吧 清伦真君说道 还有三个月时间 让他参加吗 虎禅真人点点头 说道 对 让他参加 希望可以借此晋升一层境界 清一真君说道 可是大哥 这紫阳流光六十年 一甲子出现一次 在此光照耀之下 注击之下 立刻就会境界突破一层 这光芒却蕴含天地气息 境界提升之后 这天地气息会融入体内 形成天地属性 虽然有灵丹可以消除这个障碍 但是这属于拔苗助长 对于这孩子的未来十分不利啊 虎禅真人点点头说道 我知道 不过没有关系 他体内有六道法则碎片 那紫阳流光 不会对他造成伤害 清伦真君和清一真君同时点头 说道 这样啊 那就没有关系了 原来如此 小小年纪 就有法则碎片 天地气息毫无影响 这样就没有关系了 想不到这孩子竟然有此先缘 虎禅真人冷恒一生 说道 六道天道法则还不算什么 我这土地 还掌控建议 这话一说 桌上众人全部一愣 用那难以相信的目光 看向洛梨 第三百一十三章 大犯神魔 亲人间 我这徒地 还掌控建议 这话一说 桌上众人全部一愣 用那难以相信目光 看向洛梨 所有人全部相信 其中一个精丹真人忍不住说道 不可能吧 他竟然也能掌控建议 立刻有人也说道 怎么可能 他才多大啊 还没有住机 怎么可能掌控建议 小师妹乃是剑种出身 掌握建议 道是正常 他怎么可能掌握建议 所有人都不相信 虎禅真人所说之话 洛梨一笑 顿时身上建议发出 这建议惊天而起 浩浩然 纵冠千丈 唯唯然 无语争锋 众人全部惊呆 傻傻看着这建议 一个精丹真人说道 这 这 这不可能 我练剑四百年 也没有如此恐怖建议啊 这是什么建议 这么恐怖 清伦真 君白自己几个徒弟一眼 说道 太白阳色的重须建议 这建议似重时须 水色白月 你们两个最近懈怠了 这都看不出来 水色白月正是方才说话的两个精丹真人 他们一起行礼 说道 弟子之错 洛黎又是一变 建议化作一点清光 浮在身前 微微飘荡 清一真君说道 一射快剑宗刺青建议 然后一道雷霆 在洛黎身上升起 清伦真君和清一真君忍不住一口同声说道 雷霆建议 然后又是一道建议升起 乃是一团火焰 却是黑色 转身一变 飘飘然 不知东西 唯唯然 不便南北 清伦真君说道 阿之婆原建门龙岩建议 罗浮建宗藏空建议 清一真君说道 原本我们以为我们的徒弟五昧交扬 小小年纪 没有筑基 就每人掌握两道建议 天下难寻 想不到 想不到 大哥的徒弟 竟然如此厉害 一个人可以顶五昧交扬两个人 他说着无心 但是听着有心 一下子火妩媚脸色奏变 惨白 就像一个被抢走父母宠爱小孩 看向洛梨 眼中尽是怒意 虎禅真人向着洛梨暗中点点头 自己的徒弟没有给自己丢脸 然后他说道 这三个月 就让他在你们这里练剑吧 他的剑法 完全是野路子 你们好好教教他 也许机缘到了 和阿九那孩子一样 也可以领悟一门你们天涯海格的建议 原来阿九师兄拥有如梦如幻的建议 是在这里领悟 清伦真君点点头 看着洛梨 具有深意说道 我明白 放心吧大哥 我懂 然后他看向自己四个精丹弟子 对着其中一人说道 这三个月就由你传授他剑法吧 过几天交扬回来 他们三个就都由你教导吧 记住 不可隐藏 全部真传 大水色真人站起 行李说道 弟子遵命 清伦清一都是原英真君 虽然火舞昧和火交扬是他们的徒弟 但是平时练剑 都是大师姐水色真人代师授意 所以洛梨和他学剑 很是正常 清一真君说道 大哥 这三个月你好好陪陪我们姐妹吧 苦禅真人还没有回答 清伦真君立刻抢的说道 大哥 最近我们这里出现大范真魔 这话一说 虎禅真人眼睛一利 狠狠的说道 大范真魔 清伦真君说道 是的 这几年正好是虽远地域 三千六百年一次的双阳交融 天地不稳 次元虚幻 大范真魔出现特别多 不过幸好他们不懂配合 各自为政 甚至彼此之间还不时厮杀 前三天我们姐妹就斩杀了一只炎魔皇 但是很是费力 大哥 这三个月 你陪我们一起巡视穷州 斩杀越界大范真魔 虽远地域 每个三千六百年 天空两个太阳会合虽远地域 处于一条直线 看过去就只有一个太阳 这叫做双阳交融 至此会导致天地磁场不稳 天道混乱 其他异界神魔戒词很容易侵入此界 虎禅真人说道 好 外道邪魔 杀 一个杀字 蕴含无尽恨意 青伦真君和青衣真君对视一眼 偷偷戴笑 无比了解的大哥 果然上当 洛黎突然心中生出一个感觉 什么斩杀越界大范真魔 其实就是借口 他们其实就是打算让虎禅真人 好好的陪着他们 可是不知道这大范真魔 什么意思 虎禅真人对于他们有种天生的厌恶 洛黎不懂 开口就问 师父 什么是大范真魔 虎禅真人回答道 洛黎 你知道七大神主吗 洛黎点点头 说道 我听说过 但是具体的不知道 虎禅真人说道 七大神主 其中道主 魔主 佛主 乃是三大至高无上 巅峰神主 先天地而生 独立不改 超脱万劫 不只是局限我们中天主世界 受万劫众生膜拜 传说上古神魔时代的诸多神魔 就是道主魔主一手炼制 神魔之战 就是他们借此夺取这个世界的控制权之战 后来神魔双方的神魔统领 桀骜不寻 背叛双方神主 妄想吸收信仰 晋升神主 被他们所灭 结束神魔时代 他们坐下世界众多 信徒无尽 但是太多了 太大了 所以在此界 他们几乎就是一个符号 你拜他 你恨他 意义不大 因为你根本不会入三大神主之神也 这三大神主之下 还有四大神主 这四大神主就不同了 他们或者诞生此界 或者与此界有着无尽牵连 此界对于他们无比重要 他们全部乃是不死不灭之身 又身具无数大神威 各自又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辽阔神主地狱 若离不住点头 这他从来没有听说过 一边活妩媚也是如此 这时不转之密 这时他看向虎禅真人目光全变 听到他和师父们的事迹 目光中带着一丝崇拜 虎禅真人继续说道 这四位神主 一位乃是远古神魔时代龙神 神魔时代终结 神魔殆尽 但是只有他幸存下来 修炼万劫 最后晋升神主 不过他是海族龙族神主 人族之中虽然也有供奉 但是信徒极少 不理凡事 一位乃是巫族至高巫神 但是这位吸收全族气韵 得以晋升神主 他成为神主之后 结果反倒导致巫族气韵消散 巫族衰落 还有一位神主 乃是开创魔道混沌老祖 此祖的魔主垂青 似于真魔策 在人族中开创魔道 但是他背弃魔主 借此晋升神主 这也是混沌魔宗 始终无法兴盛的原因 最后一位 就是这大范神主了 此神主不是我界生灵 乃是外遇神魔 不过最近人族浩劫 时有三四 都是因他而起 一旁的青衣真君说道 其实准确地说 也不算是外遇神魔 我们脚下大地 本来乃是属于他的大范真界 这虽远地狱 其中几州 都是大范神主神主地狱 我们人族开拓到此 正巧他处于沉眠之中 于是此处被我们人族开发 不离大范真界 成为中天主世界一部分 后来大范神主苏醒 一心要夺回这几州 但是被天地所封锁 次次失败 不过在这失败中 他渐渐对中天主世界产生兴趣 由原来夺回几州 变成要将中天主世界 全部变成自己天地 这大范真界 地火汹汹 魔风滚滚 真魔遍地 人族根本无法生活 所以他成功 就是人族的灭亡 这矛盾无法化解 虎禅真人说道 所以每到天地不稳之时 大范界的真魔 偷偷潜入此界 为恶天下 无恶不作 祸害苍生 他们所到之处 就是毁灭和死亡 第三百一十四章 剑修一剑斩锋芒 至此 洛黎就在天涯海阁柱下 和火五妹一起 在水色真人哪里学习剑法 第二天 洛黎并没有着急过去学剑 而是偷偷出去 到房市转转 微微打听一下 洛黎就是一惊 这九桌之上 水色真人不显威名 赫然此女乃是天涯法的第一惊丹真人 威名远扬 未来绝对可以晋升原因 就是那清伦 清一真君 那也是天涯海的两大老祖 正宗时权派 权力极大 而且这两个老祖 生性好杀 被称之为海阁双煞 死在他们手中修饰 无以猝忌 而所谓越界大范真魔 不过才三二指 刚刚出现 就被人发现 杀个溜光 看来是清伦 清一真君两位真君 拿着这个做借口 借此缠住虎缠真人 打听完毕 归来学见 洛黎对水色真人 态度完全转变 毕恭毕敬 倾听水色真人的教导 水色真人 约莫三十来岁的模样 虽不是花容月貌 却也端庄清秀 穿着淡淡的素白色道袍 云记在脑后堆如青云 身形笔直地坐着 神情淡然 由以两红青眸之上的两道云眉 最是动人 如同云矮青龙 极有神韵 此刻道袍宽秀龙在身前 呼地轻轻一笑 就如那天边云海 被一抹天光照射 舒展开来 虽然洛黎在他这里只不过顺便学见 但是他丝毫没有掉以轻心 十分认真 他先是给活五妹 还有三个他自己徒弟布置任务 让他们四人在演舞场另外一边 挥剑此批一万次 然后开始教导洛黎 水色真人说话有些慢 细语柔声 一点也没有精丹真人的威风 但是洛黎不敢小看他一点 因为无意中的对视一眼 洛黎在他眼中 那清澈明眸中 看到了像是宝剑上流动的寒光剑气 看似璀璨动人 却含韵着令人心悸的力量 这一瞬间的感应 是生灵最基本的本能 对强者的恐惧 对力量的敬畏 这是生死的力量 瞬间可以让人死亡的可怕力量 这个女子很强 很强 洛黎师弟 你先施展一套你会的剑法 让我看看你的基础如何 水色真人轻声细语地说道 洛黎立刻回答道 是 明白 洛黎拿起一把长剑 这是天涯海格的标准弟子剑 长三尺 普通无比 金铁打造 除了坚固 再无任何其他特性 然后洛黎开始出剑 使用的是在银州大陆学到的七杀十八法中的剑术 洛黎修炼到如今 虽然掌握剑意 但是真正掌握的剑术 除了这个 就会无望天会剑 再无其他 所以只能掩饰这个剑法 水色真人就没看着 微微歪着脑袋 不知道在想什么 洛黎一朝一世地使出自己的剑法 那边本来应该挥剑修炼的活妩媚 偷偷地过来观看 看完之后 说道 这 这是什么剑法 愚笨简单地让人笑掉大牙 太可笑了 他大声地嘲笑洛黎 哈哈大笑 一旁水色真人一个弟子说道 这应该是七杀宗外门的七杀十八法中的剑术 修是为修炼之前的剑法 属于凡人的武技 主要目的是炼体 天涯海格果然是剑修门派 随意一个弟子 一眼就看出洛黎剑法来历 听到这个回答 活妩媚一愣 突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说道 不可能 你就靠这个垃圾剑法 可以领悟剑意 打死我都不信 你骗人 洛黎 你骗人 以洛黎现在的境界修为 再一次地施展这七杀十八法中的剑术 就连自己都感觉这剑法太简单 太垃圾了 他见风一转 使出了无望天会剑 这一剑剑使出 劈坎崩 辽阁 劫阁 刺 脚 挂 压 虽然是最基本的剑法动作 但是剑与心合 心与神合 神与气合 立刻气势一变 但是水色真人的眉头皱得更紧 他那弟子说道 这个应该是太白宗无望天会剑 讲究是灵机一动 神来一笔 无中生有 手中一柄剑如臂食指 练道尽楚 也许将来可以小只可以着玉绣花 大只可以开山裂地 达到剑法极致 不过 这个剑法 我记得是辅助剑法 用来强化剑意 靠着它 不太可能借此掌控剑意吧 水色真人看自己徒弟和活五妹一眼 说道 这么悠闲多嘴 你们今天的基础刺批 加一万剑 这话一说 顿时活五妹傻眼 伸伸舌头 急忙跑到一边 开始修炼 在哪里批刺起来 洛黎掩饰完 无望天会剑 水色真人看着他 说道 洛黎师弟 这就是你所掌握的剑法 洛黎点点头 说道 是的 师姐 水色真人想了想 说道 洛黎师弟 你这剑意怕是借助外物机缘而来 不是自己一朝一世 辛苦修炼而来 在这种明眼人面前 只能实话实说 洛黎点点头 说道 是的 师姐 我曾经无意中 救过见神叶真一之女 她似于我一道剑意 据说蕴含无数剑意 可以用来保命 也可以用来感悟 后来 经太白宗的洋色真君 以太白秘书借法升剑 使我有体修蝶龙变 化身剑修蝶龙剑意 但是蝶龙剑意太强了 所以一分为五 化身我所掌握的五大剑意 水色真人点点头 说道 这样就说得过去了 然后她说道 我再测试一下 看看你对剑意使用达到什么程度 说完这话 水色真人对着另外一边在练习批词的活五妹等人喊道 你们过来吧 向天 你去申请门派论剑阁 你们和洛黎一会交交手 五妹师妹 你才不是说洛黎师弟修炼的是垃圾剑法吗 让他教训教训你 活五妹听到这话 高兴不已 看向洛黎 正好可以拿这个洛黎来出出气 让他这个家伙知道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剑 这话一说 顿时活五妹等人 全部双眼放光 在论剑阁中真刀真枪的战斗 可比挥剑刺批有趣多了 像天使水色真人徒弟中 唯一的男修士 和洛黎岁数相仿 练七八重天 所以跑腿的活都是她的 她立刻过去联系 很快申请完成 除了她之外 两位两个女弟子分别叫做云娘 叶文英 比洛黎都要大上几岁 但是没有达到住基期 洛黎看向他们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奇怪感应 活五妹 云娘 叶文英 向天等人 和自己与陆州 陆青等人关系很像 天涯海阁论剑阁 就是和混元宗外门的武斗场 一样的修炼之所 在哪里有着强大计算能力法灵 可以复制论剑众人的一切资料 生成虚拟战斗 很现实战斗一模一样 只是不会形成真正的伤亡 众人来到论剑阁 进入法阵中 开始虚拟战场 不过不同于混元宗外门的武斗场 这里的法灵计算能力不足 达不到完美虚拟的程度 在此战斗 所有人外貌永远不变 落里史出生死枯荣结 也不会体现出来 另外决斗双方 所持飞剑 身穿法袍 全部一样 不像混元宗可以随意借助外物战斗 这里鄙视的智能剑法 众人全部来到论剑阁中 活妩媚喊道 我第一个来 我第一个来 让我教训一下这小子 看到他 我就觉着不顺眼 水色真人却说道 向天 你先来 活妩媚撅着嘴说道 竟然是小天先来 师姐不公平 两人进入虚拟战场 洛黎随手选了草原 这是她最喜欢战场 草原之上灵气充足 适合她使用自己的天地解脱所 向天来到洛黎身前 行礼说道 师叔 请指教 洛黎点点头 一伸手 拿出论剑阁匹配的飞剑 说道 请指教 向天 水色真人的唯一男弟子 最没有存在感 孤言寡语 葬活累活都是她的 普通无比小修士 没事就满脸笑容 但是当她拿起飞剑之时 瞬间 人变了 一瞬间 她再也不是那的毫无存在感的小修士 这一刻 她就是一把剑 锋利 夺命 瞬间 洛黎就是心中意涵 强敌 这就是上门修士的实力 这就是真正剑修 向天瞬间出剑 一道剑光电闪而至 迎头展来 双方之间的距离 就好像根本不存在 这剑光锋利无比 剑影重重 如海如潮 光芒一片 在这剑光之下 洛黎唯独一个反应 瞬移 瞪 瞬间一闪 五十丈外 但是那向天随着洛黎而动 剑光舞动 继续杀来 她的双眼圆争 冰冷 这一刻心中为剑 就想斩杀洛黎 洛黎一指 六指雷金蜘蛛顿时升起 向着向天扑去 但是向天剑光移动 光芒所到之处 无坚不摧 六指雷金蜘蛛 全部被她斩爆 一步未停 转眼之间 向天就到了洛黎身前 出剑斩 简简单单的剑法 就是一斩 但是在这一斩之下 洛黎竟然生出不可抵抗之意 这就是剑修 上门剑修 如此强大 洛黎瞬间又是一闪 又是五十丈外 看着那继续向着自己冲来的向天 她长出一口气 很强 很强 但是也不过如此 遇到我 你必须拜 洛黎双手舞动 天地超脱锁 给我锁 那向天转眼就冲到洛黎身前一丈之地 一剑斩出 但是瞬间 好像天地之间 大网落下 整个方圆百丈世界 灵系化锁 向天顿时被锁住 牢牢锁住 这一斩再也发不出来 洛黎变身 衰枯状态 出剑 叠龙剑翼 一剑发出 轰 向天粉身碎骨 死 第315章能迎何须分法剑 洛黎变身 一剑破灭向天 不过这论剑格 众人外形都是固定的 虽然洛黎进入衰枯状态 外体不变 对方没有看出问题 战斗结束 瞬间两人归位 向天那出剑时 兄弟模样消失 又变成那个人 受无害小师弟 满脸笑容 说道 师叔剑翼果然厉害 太强大了 洛黎微笑 说道 小天剑法也是很凶猛啊 他暗中擦擦头上的汗 这家伙好凶啊 差一点音都翻船啊 水色真人并不评论 说道 云娘 你来第二场 是 师父 一个唯唯诺诺女孩子站出 说道 洛黎师叔 云娘向你讨教剑法 有了向天例子 无论这帮人什么模样 洛黎都知道他们拿起剑就变身 洛黎急忙回答道 讨教不改 大家互相印证剑法 共同进步 虚拟战场 洛黎又一次选择草原 但是这一次 那云娘也选择战场 她选择了沙漠 虽然她不知道 洛黎为什么选择草原 但是她立刻反击 洛黎选择草原 她就选择沙漠 破坏洛黎行动 这就是剑修 先天灵觉惊人 眼中不如沙子 最后战场 既不是草原 也不是沙漠 而是一片戈壁滩 两人出现 果然拿起飞剑 那云娘立刻变身 再也没有了什么唯唯诺诺的软弱 整个人身上散发一股杀意 双眼圆瞪 眼中只有剑 只要战斗 锋芒毕露 面对洛黎 瞬间她不是攻击 而是防守 那飞剑化作一道道光滑 人剑合一 将她整个人护住 根本看不到她影子 然后这团剑光向着洛黎滚来 瞬间洛黎就知道 这是对方想出应对自己天地超脱索的办法 互助自身 不让自己抓到对方影子 借以破除自己天地超脱索 洛黎冷笑一下 你以为我除了天地超脱索 就没有别的办法拜你 小看我了 我可是拥有五大剑意 瞬间洛黎出剑 刺青剑意 一道剑光发出 刺青剑意速度最快 瞬间就到 但是那云娘身形微微移动 向前一步 再后退一步 洛黎刺青剑意立刻落空 洛黎并不在意 又是一指 一道雷霆升起 雷霆剑意 向着云娘那一团剑光轰去 然而这雷霆剑意轰到 云娘左三右四 顿时雷霆剑意立刻被她避过 洛黎立刻继续出手 龙颜剑意 化作一道光柱 横扫而去 藏空剑意 暗藏大地之下 悄悄一击 但是这些剑意 轰到云娘身边 云娘脚步移动 全部落空 同时她见光暴涨 向着洛黎展来 看来云娘没有领悟剑意 这四人终究活五妹领悟剑意 其他人都没有领悟 洛黎一笑 你能躲 我也能避 她迎向云娘剑光 使出灵蝶宗身法 躲避对方剑光 两人你来我往 剑光闪烁 剑意纵横 在此战斗起来 打得难解难分 但是战斗片刻 洛黎皱眉 有点不对头 自己剑意好像玉使方法不对 不该如此啊 一定是哪里出问题 洛黎掌握剑意以来 遇到的敌人 根本没有如此强大的剑修 混元宗外门大战 直接天地超脱锁 然后一剑 死 对方就是再强 也施展不出来 所以一直以来 她都以为自己剑法很厉害 但是今天遇到真正的剑修 看到对方专业遇剑手法 专业剑法套路 立刻感觉到自己缺陷 这还是当初洛黎在培养醉龙果时 与龙神分身大战无数次 剑意修炼运转自如 不然早就落败了 这样不行 洛黎掌出一口气 低声喝道 镇压 天地超脱锁启动 瞬间云娘被锁住 然后洛黎一剑 蝶龙剑意云娘死 战斗结束 云娘又恢复了 那个唯唯诺诺的模样 说道师叔 这是什么剑术啊 好厉害 好像天地将我锁住 一动也动不了 洛黎刚想开口吹吹牛 这是我的独门无上剑法 一旁的叶文英先回答道 这是天地超脱锁 古禅师伯最新研究出来的秘法 洛黎师弟靠着此法 在混原宗外门 一人挑进天下雄 今日的剑果然厉害 就是他看出洛黎的剑法来历 此女简直就是百事通 没有他不知道的 水色真人说道 文英你来 然后他看向洛黎 说道 洛黎 文英虽然没有领悟剑意 但是他剑法很厉害的 你不要施展其他剑意 就施展着天地超托锁 不然你必败无疑 洛黎点头 瞬间两人进入战场 果然这夜文英很强 转眼之间使出十三套剑法 狂攻洛黎 但是最后洛黎还是使出了天地超托锁 此锁一声 顿时锁住对方 然后一剑死 结束战斗 洛黎心中说道 管你千般剑法 万般神通 我一剑就足以 活妩媚喊道 到我了 到我了 说完 他立刻申请和洛黎决斗 洛黎马上同意 他也期待和他一战 瞬间两人来到一处天地中 这里是一片雪山 洛黎立刻远奔 借以熟悉这片天地的灵气状态 活妩媚看着洛黎 却没有急于攻击 而是嘴里说道 洛黎 你知道吗 我好讨厌你 洛黎快速飞行 借以了解这片天地的环境 并没有回答 活妩媚继续说道 我真好讨厌你 以前讨厌你 是因为看你烦躁 但是现在我讨厌 是你亵渎建议 无论是你和云阳战斗 还是你击杀他们及格 你对建议理解 根本就是对法术理解 你根本不懂什么是建议 如何运用建议 你不配拥有建议 建议在你手中 完全是明珠暗头 被你亵渎 所以 我真讨厌你 说到这里 瞬间 在活妩媚身上升起一轮圆月 海上升明月 这正是天涯海格二十七建议 风花雪月中月系建议 海上升明月 一瞬间 好像天地变得无比的模糊 一轮明月当空 皎洁明亮 便洒清灰 光芒如雨 这轮明月 照耀着这个世界 无论是隐晦奇迹 还是天地阴阳 都在它的照耀之下 此建议一出 那怕已经距离活妩媚足足百丈远的洛梨 立刻感觉到一种危险 她快速远顿 瞬间挪移 但是那怕挪移出去 那危险还在 一下子 洛梨明白了这个建议可怕力量 海上升明月 此建议一出 圆月之下 无论对手多少人 无论敌人身在何处 全方位 全平道 只要在此圆月之下 全部中建 这才是建议 真是可怕 瞬间 洛梨理解了 为什么活妩媚这么地说自己 自己的五大建议使用方法也许错了 在自己手中 它们就是普通的法术 根本没有建议该有威力 自己就会丢出去 发射而已 在此月光之下 洛梨就感觉到一种可怕的力量 在侵蚀自己 自己马上就要被这力量粉碎 这就是活妩媚的建议 洛梨一声大吼 重虚建议启动 瞬间一道光柱升起 将洛梨护住 想不到原来只能吓唬人的重虚建议 竟然挡住了月光的侵袭 在此月光之下 整个世界毫无秘密 瞬间洛梨掌控了这片天地 她一直活妩媚喝道 镇压 天地超脱所启动 瞬间将活妩媚锁住 然后洛梨变身 出剑 叠龙建议 但是瞬间在活妩媚身上 升起另外一道建议 一片雾气升起 那雾气死真似幻 将活妩媚整个人遮住 看不清她容貌 正是天涯海格二十七建议中 太真雾幻中的雾系建议化离建物 此建议的特点就是分离 此物一声 分解万物 管你什么建议法术 法宝神剑 在此物中 全部分解化离 此物一声 洛梨无间不摧蝶龙建议 那灵蝶飞入这雾气中 顿时消散 洛梨无往不利蝶龙建议 被活妩媚破解 但是洛梨并不慌张 越是关键时刻 她越是冷静 心声喝道 钟 钟 钟 瞬间 一道又一道灵蝶建议发出 我就不信了 我的建议有的是 你可以破解一道 那我就十道 你可以破解十道 那我就一百道 我还灭不了你 一道道的灵蝶建议发出 那建议一道道的注入 活妩媚的建物之中 一道道建议被对方化离分解 但是洛梨别的没有 真气充足 建议无数 一道道的立刻补上 终于一声轰鸣 活妩媚化离建物粉碎 她建物达到了分解的极限 被洛梨蝶龙建议 活活撑爆 然后洛梨一击 活妩媚死 两人回归论建革 活妩媚瞪眼看着洛梨 说道 我不服 我不服 我不是败在你的建议之下 而是败在你混元宗的无穷法力之下 洛梨 你根本不是用建法赢我 你敢不敢再来一战 洛梨说道 赢了就是赢了 你管我用什么手段 好 你要是不服 那就再来 水色真人却摇摇头 说道 不用 我已经彻底了解洛梨剑法 然后她一伸手 所有人回归原来演武场 水色真人看向活妩媚他们 说道 你们继续修炼方才没有完成次批 然后她看向洛梨 说道 你和我来 我知道如何传授你无上剑法 第316章 只果为离剑无敌 水色真人带着洛梨 来到一处修炼室 水色真人看着洛梨说道 洛梨虽然你掌握剑意 也修炼了吾望天会剑 但是你并不是剑修 你虽然手中有剑 但是你心中没有剑的精神 洛梨一愣 说道 剑的精神 什么意思 水色真人说道 我中天主世界 共有十六大剑派 分成气 意 心 觉四大流派 气指的是剑气变化之道 以银河新剑宗 罗浮为代表 义士只剑意无敌之道 以七皇剑宗 天涯海阁为代表 新士只剑星度杰之道 以星禅剑宗为代表 绝士只剑法应用之道 以义社快剑宗 阿之婆元剑门为代表 其他几门 像太白剑宗 东昆仑 万剑宗则是四大流派兼修 像追求剑阵之道的大眼纵横剑派 炼剑入体的妖魔剑宗 虽然都有自己的独特剑道 但是它们的本质 还是这四大剑法理念 而这四大剑道 其核心 就是剑的精神 此乃剑道创始人 太白剑宗开宗祖 是于清诚所流传 此乃无上神主于则诚所创剑道 这是剑修必须拥有的信念 只有拥有它 才是一个真正的剑修 否则你拥有千万非剑 百万剑意 你也不是剑修 无法将手中剑的威力 发挥到极限 洛黎听到这个 立刻恭敬地说道 请师姐四教 垂涩真人说道 这剑的精神 就是相信自己 精纯至极 信念无敌 心中只有剑 在无他物 洛黎随着念道 相信自己 精纯至极 信念无敌 心中只有剑 在无他物 垂涩真人继续说道 一生恋剑 生于剑 死于剑 无怨 无悔 心是剑 身是剑 有剑在手 心中有剑 无人可挡 天不能服我义 地不能逆我心 生死操我手 万般随己愿 千人可窄 神魔可窄 魔主道主也是可窄 一剑而已 我要这天低头 这天就要低头 我要这水倒流 这水就要倒流 一生为剑 虽死无憾 亦无反顾 生生如死 世事如死 水色真人 一字一句地说出这番话 她的双眼瞬间圆征 其中透出无尽剑意 这剑意如山如云 如海如潮 洛黎在她的话语之下 全身僵硬 汗毛利起 等到水色真人说完 洛黎好半天说道 这 这怎么可能 水色真人冰冷看着洛黎 说道 所以你不是剑修 你没有这个精神 没有这个信念 剑意对于你来说 就是一个法术 就是一个神通 就是一个工具 如果他不能击杀你的强敌 你会毫不犹豫地将他舍弃 换另外的法术神通 打败敌人 洛黎说道 是啊 本来就是这个道理啊 只要能打败敌人就行 何必局限于什么剑意 什么法术呢 水色真人摇摇头 说道 不 不行的 剑修 必须相信自己 必须相信自己手中的剑 哪怕再也打不过敌人 也要相信自己 相信剑 这是剑修必须拥有的信念 天不能服我义 地不能逆我心 生死操我手 万般随己愿 仙人可窄 神魔可窄 生于剑 死于剑 无怨 无悔 洛黎傻傻地说道 这么可能 你想什么就来什么 你以为你是谁啊 精神胜利法 水色真人说道 就是如此 这就是剑意的力量 只要你相信 你就可以做到 信念 决定一切 洛黎看着眼前的水色真人 不由地打了一个寒颤 他甚至心里感觉到 对方是不是疯了 和疯子可不要顶嘴 会被杀掉的 洛黎立刻说道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相信剑 天不能服我义 地不能逆我心 生死操我手 万般随己愿 仙人可窄 神魔可窄 生于剑 死于剑 无怨 无悔 水色真人摇摇头 说道 你还是不明白 洛黎忍不住说道 怎么可能 脑子想想就能实现 做梦一样 这简直就是自我催眠 疯了 疯了 水色真人说道 自我催眠又如何 疯了又如何 你还想得到力量 还想不付出代价 那有那么好的事情 那才是做梦 记住 只要你相信 剑的精神 你就可以拥有一切 记住这一点 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剑修 说完 水色真人恢复正常 对洛黎说道 好了 剑的精神 我已经传递给你了 虽然你现在还不能理解 但是记住 你必须拥有这个精神 你才能掌控剑意的威力 现在可以锁住活五妹 但是你很快就会锁不住他了 你和他继续交手吧 你就会理解什么是剑的精神 如果你没有剑的精神 遇到剑修强敌 哪怕你们修为一样 剑术一样 你必死无疑 这剑道之上 你永远也无法攀登高峰 洛黎立刻点头 说道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水色真人继续说道 好了 精神说完 但是光有精神决心是不行的 必须有法术和窍门来配合 这精神才能发挥到作用 我现在传授你我天涯海格的建议修炼秘法 恍惚千年终一梦 有此法配合 你才能心念所致 今时为开 洛黎立长出一口气 说道 我说麻 不能心里想什么就是什么 果然有秘法配合 傻呵呵的光自己想 累死也不可能什么神魔可窄 水色真人一笑 说道 秘法传承 这就是宗门存在的价值 不然这宗门存在有什么意义 说完 他拿出一个苹果 放在洛黎眼前 说道 恍惚千年终一梦的第一层心法 叫做植果为梨 洛黎看着这个苹果说道 植果为梨 水色真人说道 对 你就是使用此法 利用建议进行观想 将这个苹果 看成是梨 这恍惚千年终一梦的第一层心法 你就炼成了 洛黎一下子傻了 说道 要把这个苹果当成梨 水色真人说道 对 不要自我欺骗的那种 你要真正的看着它 它在你眼中 就是一个梨 洛黎说道 怎么可能 水色真人说道 怎么不可能 你看看 它的原型是什么 洛黎看去 顿时那个苹果变成了一个大压梨 放在自己身前 洛黎说道 啊 原来这是梨啊 原来师姐你用幻术变成了苹果 水色真人笑道 我说它是苹果 你信不信 李吃一口试一试 看看在他身上有没有幻术 他到底是梨还是苹果 洛黎立刻施法 可是无论洛黎怎么检查都看不出这个这个梨 到底是不是苹果 根本没有一点幻术的痕迹 洛黎拿起这个梨 也不管是不是苹果 就咬一口 咔嚓吃起来 然后说道 师姐 他确实是苹果 水色真人说道 我的恍惚千年终一梦 只是修炼到第三层 指鹿为马 等我修炼到指天为地时候 你吃到嘴里 它就是梨的味道 洛黎点头说道 我明白了 这就是信念的妙用 以建议未载体 以信念为本源 借以改变物质世界 借以得到自己想要的 如果达到极致 真的可以天不能服我义 必不能逆我心 生死操我手 万般随己愿 千人可斩 神魔可斩 水色真人说道 对 就是如此 相信 我就能 这就是剑道 好了 我现在传授你恍惚千年终一梦的第一层心法 说完 水色真人传授了洛黎这个心法 然后说道 你好好修炼吧 记住剑道真意 只要你相信 你就能做到 说完 水色真人离开 洛黎独自一人在此修炼 她把一个苹果 放在眼前 无助地使出那个心法 自我催眠 但是半天过去 洛黎长叹一声 这怎么可能 这完全是自我欺骗 苹果就是苹果 永远也不可能是梨 洛黎出身迎周天绝砂糖 从小接受的理念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插上一点分毫 就是立刻死亡 而且为了活下去 无所不用 剑不好用 那就用刀 刀不好使 那就用牙咬 为了达成目的 不折手段 现在让她接受这精纯质疑信念 对于她完全不可能 洛黎拿起苹果 咔咔机口即掉 不再修炼 水色真人说不让她和活五妹继续交手 就会理解什么是剑道 她决定过去欺负欺负活五妹 活五妹在哪里练剑 修炼的是最简单的刺批 一剑剑的刺批 神情专注 没有偷懒一分一毫 汗水流下 整个衣服都湿透 但是她还是在哪里 继续刺批 全神贯注 再无其他 看着活五妹的专注练剑 若离剑剑的有些发呆 难道这就是剑的精神 天不能服我义 地不能逆我心 生死操我手 万般随己愿 千人可窄 神魔可窄 魔主道主也是可窄 一剑而已 一生恋剑 生于剑 死于剑 无怨 无悔 一生为剑 虽死无憾 亦无反顾 生生如此 世世如此 恍惚中 若离若有所悟 她决定活五妹 他们一起修炼 看看这剑的精神 到此是什么 有没有用 第三百一十七张弯的中将被掰直 若离随手拿起一把长剑 随在活五妹身后 开始和她一起练剑 刺 劈 刺 劈 刺 劈 汗水流下 若离也是依然如此 取久 活五妹练剑结束 回头看看若离 说道 怎么 你找我有事 若离说道 你不是不服吗 你不是讨厌我吗 来 我们再战 活五妹说道 好 来吧 上次输给你 我已经想出了破解之道 来 我们再战 两人又一次来到了纳德伦剑阁 继续战斗 两人上场 也不废话 大战开始 活五妹立刻使出了建议海上升明月 整个武斗场 全部都在月光之下 若离无法躲避 她立刻使出了重虚建议 借以对抗这海上升明月 但是这一次 重虚建议开始发出痴痴声响 被那建议海上升明月慢慢腐蚀 活五妹说道 你不知道吗 对于剑修 招式只能使用一遍 第二遍我们已经有了破解之道 若离说道 做梦去吧 镇压 瞬间 若离使出天地超脱锁 活五妹被锁住 但是她笑了 她说道 此难你利用百丈灵气 会极可怕灵锁 我一直在想如何地破解你这个法术 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斩之 一剑不行 那就十剑 十剑不行 那就百剑 将这百丈灵地的灵气 全部斩碎 你这天地超脱锁 不攻自破 说完 活五妹身上建议更胜 她要斩破 洛梨的天地超脱锁 洛梨说道 想要斩碎我天地超脱锁 做梦 她立刻使出叠龙建议 活五妹使出化离建物 抵抗洛梨叠龙建议 两人开始较劲 看看是洛梨先破了 活五妹化离建物 还活五妹先破了 洛梨天地超脱锁 最后 一声轰鸣 活五妹化离建物崩溃 洛梨体内拥有六大天道法则碎片 她体内的真气雄厚无比 所以她可以发出数十 数百叠龙建议 先破坏活五妹化离建物 但是活五妹毫不生气 她说道 我相信我自己 我一定可以的 我一定可以斩碎你天地超脱锁 我一定可以挡住你叠龙建议 我一定行 一定 一定 洛梨感觉到在她身上有恍惚千年终一梦的法术波动 她在自我催眠 她相信自己一定可以 洛梨说道 好 我就看看 你到底可以不可以 继续战斗 最后还是活五妹失败 不过天涯海格的论建格没有混元宗的武斗场高级 每个修饰一天只能五次失败 过了五次就会原神受损 所以活五妹五战失败之后 他们不能停止战斗 明天继续 就这样洛梨随着活五妹等人一起修炼 上午练剑 下午战斗 活五妹每天都是输给洛梨五次 一次未赢 在这战斗中 你死我活绝杀 生死之间较量 好不留守死拼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了解对方 渐渐的 两个人对对方出剑时态度全部改变 活五妹也不再那么讨厌洛梨 洛梨也不再那么厌恶活五妹 两人之间渐渐形成一种默契 这一天又一次大战 洛梨又一次躲过活五妹的海上升明月 她嘲讽地说道 火疯子 你的海上升明月也不怎么样啊 火疯子是洛梨给火五妹起的名字 此女战斗起来 真不要命 坚信自己见到 如同疯子一样 混小子 你明白葛什么 我们天涯海葛的海上升明月 我才不过练成第一层 刚刚掌握一个月字 第二层是掌握明字诀 第三层是明月诀 第四层是海字诀 第五层是上字诀 第六层是生字诀 这声带指生字 第七层是海上明月 四大剑诀融合 第八层才是海上升明月 真正剑意 当初我师父使出此剑 千里无敌 万妖其灭 你懂什么 洛梨顿时傻眼 这才是天涯海格二十七剑意之一 就是如此说道 上门就是上门 抵运无数 转眼半个月后 按照惯例 洛梨又一次和火五妹交手 但是这次交手 洛梨立刻感觉到不同 对方虽然人长得一样 衣服一样 什么都一样 剑法也是一样 但是对方的剑意 没有火五妹的大气 虽然同样的海上升明月 和化离剑雾 使出之后 感觉完全不同 洛梨说道 你是谁 火五妹呢 对方还是强装说道 我就是火五妹啊 洛梨摇摇头 说道 你是火焦羊 对方一愣 说道 你怎么知道 我和五妹完全一模一样啊 洛梨说道 你们外表一样 骨子不一样 然后洛梨使出天地超扑索 爆发蝶龙建议 斩杀对方 结束战斗 火焦羊笑道 果然 洛梨师兄你很是厉害 五妹那傻丫头 不是你的对手 我也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洛梨有种感觉 火焦羊没有使出权力 他在隐藏 他不像火五妹 火五妹是不高兴就表现出来 讨厌就是讨厌 绝不藏着掖着 而火焦羊不同 他的真正心思 藏在心里 看不出来 洛梨愿意和火五妹做朋友 对于火焦羊 洛梨有种天生戒心 这时火五妹出现 说道 姐姐 混小子是不是很厉害 你赶紧替我报仇 火焦羊说道 那好吧 那就再来一战 这一战 他完全不同 在他手中多了一道剑翼 好像一道道的微风吹过 所到之处 万物分离 此乃天涯海格二十七剑翼 风花雪月中的微风度逐入轻衣 但是 这又如何 最后在洛梨天地超脱所下 蝶龙剑暴中 火焦羊战败 火五妹说道 讨厌 姐姐你也输了 火焦羊说道 输就输了败 输一次也不会死 火五妹说道 不行 绝对不能输 再来 继续战斗 从此洛梨的对手多了一个人 渐渐地洛梨发现 火焦羊虽然嘴上说得好听 可是心里也是不服输 他和火五妹 看着一模一样 接触起来 你就会感觉到他们是两个人 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 火五妹敢说敢做 如同烈火一样 火焦羊没有一句真话 如同风一样捉摸不定 但是你细细感觉 其实他们还都是一样 本质相同 都有一颗不服输的心 都有那可怕强大自我信念 相信自己见到 一次次战斗 洛梨一次次胜利 转眼二个半月过去了 火五妹火焦羊两姐妹都不是洛梨对手 但是 洛梨现在越来越吃力 她的天地超脱所渐渐困不住他们姐妹了 蝶龙剑豹渐渐无法破坏他们的化理剑物 他们见到信念 使着他们越来越强 终于这一天 火五妹一声轻横 轰 洛梨天地超脱所被她斩碎 洛梨叠龙剑豹 也被火五妹轻松挡住 洛梨彻底无法打败火五妹了 火五妹看着洛梨说道 混小子 你还有什么办法 洛梨傻傻看着火五妹 说道 难道真的可以 自己相信 就真的什么都可以做到吗 火五妹说道 那当然了 你看 我现在可以轻松斩碎你的天地超脱所 可以挡住你的叠龙剑豹 这就是剑道的力量 混小子 你败了 这是我们第二百五十三次战斗 你败了 洛梨摇摇头 说道 我是不败的 瞬间 洛梨使出盘古斧 洛梨盘古斧 破茧重生劈碎空间 天地定性 洛梨盘古斧威力无穷 但是威力越大 消耗越大 洛梨如果发出自己盘古斧 立刻真元耗尽 精进而亡 所以这盘古斧 他无法发出 不过这是论间隔 虚拟世界 所以洛梨就发出了盘古斧 一斧发出 轰 洛梨首先自爆 然后是活五妹 还有整个世界 一起粉碎 天崩地裂 万物绝灭 瞬间 两人回归现实世界 活五妹说道 混小子 你也太无耻了 这是什么法术啊 洛梨回答道 这是混元六绝盘古斧 这才是我真正绝招 什么建议不过是我的普通绝招而已 活五妹说道 这招真厉害 不过我一定有办法破解此招 他双眼充满了信念 他又有了前进方向 但是洛梨没有了方向 他是魂落魄的回归住所 拿起一个苹果说道 难道我真要把这个苹果 看成林吗 洛梨仔细地看去 使出恍惚千年终一梦法诀 想要将此苹果看成林 但是他从小接触的一切 他的人生信念 绝对不会让他如此 他猛地一丢 将这个苹果 远远丢出去 喝道 苹果就是苹果 永远不可能是林 这是我的信念 我的人生 如果这苹果非得变成林 那我这辈子就不做建修 不修炼什么建议 就是建议在墙 就是建修在凶 我也如此 不是我不做 是我做不到 哈哈哈哈 痛快 痛快 我终于地想明白了 其实我做什么建修啊 我是混元宗弟子 我是法修 非得做什么建修啊 好好的混元大法不修炼 修炼蛤屁建议 非得把苹果当成林 傻子 哈哈哈哈 真是痛快 真是 豁然 洛梨一下子惊醒 为什么虎禅真人在自己刚刚入门 就带着自己到此 为什么虎禅真人让自己和水色真人学习建法 为什么楚南地狱建法门派不去 非得远赴他乡 来到这里 原来如此 自己精通建议 修炼建法 虎禅真人看在眼中 虽然不说 但是自己已经如同星元祖师所说 走偏路 混元宗是法修门派 自己偏偏要炼建 这不是自寻死路 虎禅真人明白如此 他不同于别人 不说一句废话 却身体力行 将自己带到这里 什么晋升境界都是借口 他真正目的 是让自己知道自己无法成为真正建修 混元七法才是自己的未来 或然 洛黎一下子想明白 知道了虎禅真人用心良苦 冷汗留下 他一下子站起 直奔虎禅真人所在之处冲去 进入那的大殿 虎禅真人和清伦清一两大真君 坐在哪里交谈 看到洛黎到此 虎禅真人微笑 说道 洛黎 你懂了 洛黎行礼 说道 弟子明白 多谢师父指点 弟子终于明白了 我永远不可能把苹果当成梨 我这辈子做不了建修 我永远也无法想和妩媚他们那样 攀登上见到的巅峰 所以我就是混元宗弟子洛黎 我就是法修洛黎 我就是我 我就是洛黎 生生如此 世世如此 虎禅真人点点头 说道 对 我也是如此 我也永远不可能把苹果当成梨 我们是一路人 其实苹果当不成梨 也没有什么 建议也好 建道也好 只要能为我们所用 能帮助我们打败敌人 我们就用他们 打不败敌人 我们就不用 就是如此简单 我们就是我们 万物为我用 万法为我生 法就是建 建就是法 什么对我们有用 我就用什么 这就是法修的精神 洛黎说道 万物为我用 万法为我生 法就是建 建就是法 什么对我们有用 我就用什么 这一刻 洛黎由建修之路 踏上法修之路 彻底正式成为混元宗弟子 就这样 走弯路的洛黎 被师父虎禅真人 火生生地掰直了 第318章 法修洛黎叠龙沙 虎禅真人苦心不治 终于使洛黎明悟 虎禅真人没有像其他老师那样 针针针教诲 甚至提都没有提 而是渐渐不举 一点点的刺激 让洛黎自己感悟 从自己本身内心 发现问题 找到答案 这比那苦苦教导 要强上百倍 至此 洛黎悟道 由当初叠龙变体修 到吞天教时转化剑修 到此天涯海格 彻底成为法修 洛黎细细感悟 虎禅真人叫给他法修精神 万物为我用 万法为我生 法就是剑 剑就是法 不觉痴呆 许久才醒悟过来 说道 弟子彻底明白 师父 我懂了 虎禅真人说道 懂了就好 洛黎说道 师父 那紫阳流光 还继续吗 虎禅真人说道 必须继续啊 不然等你回去苦练 至少的三五年时间 才能晋升练气大圆满境界 修仙之道 不进则退 我们没有时间等待 所以必须继续 洛黎说道 弟子明白 虎禅真人说道 洛黎 明天你就不要和水色 他们练剑了 明天 我亲自传授你混元法术 其实蝶龙建议 我这一段时间 也在研究 查找了无数仙人资料 我想出一个办法 也许此法行得通 你就可以随意使用蝶龙建议 而且未来我混元宗流离海 还会增加一法 听到这话 洛黎顿时大喜 他每次使出蝶龙建议 都需要变身枯衰状态 这十分限制洛黎战斗力 必须一对一 将对方锁住 洛黎才能变身出剑 如果可以随意使出蝶龙建议 管他什么剑修法修 洛黎都不在意 第二天 洛黎不再和水色真人练剑 而是和虎禅真人在一起 由师父传授他秘法 在一处封闭演武场中 虎禅真人看着洛黎 让洛黎掩饰一番蝶龙建议 洛黎进入衰枯状态 出剑 经过这二个多月的修炼 洛黎还是有着不少收获的 原来蝶龙建议 现在已经变成了蝶龙建豹 一下子可以连续发出数十 数百的蝶龙建议轰击 虎禅真人看完洛黎施展建议 说道 洛黎 我混元宗琉璃海 共有七十七杀 其中鉴于群前杀 飞于清须杀 礼于化龙杀 轻于游灵杀 都是原来剑修特有剑法 所演化而来 鉴于群前杀为大眼纵横剑派的 大曼陀罗剑海前杀阵 飞于清须杀为长白剑派的 清须月空剑一转化而来 礼于化龙杀为妖剑魔宗的剑神 便脱胎而来 轻于游灵杀为天意宗的游刃有余夺魂剑 所以 我以此为思路 翻遍前人的留下的经典 最后想出一个办法 可以将你的蝶龙剑意 化作蝶龙杀 由剑术发作法术 这样你就可以随意地使出蝶龙剑意 无必非得化作衰枯状态 洛黎说道 那太好了 请师父受法 虎禅真人说道 但是 有一个事情 我要和你说清楚 我混元宗 大家亲如一家人 没有所谓的独门秘法 逼而不传他人 你的蝶龙剑意 变成蝶龙杀 乃是我吸取前人经验 改变而来 有着前辈的功劳 所以这蝶龙杀 创造出来之后 就不再是你独门法术 回到混元宗 必须将此法公布于众 当然了 他们想学 也不是随便学的 必须付出代价 这就是必须购买专利使用权限 不然大家都吃大锅饭 谁还有兴趣创造新的秘法神通 洛黎 你要想好 如果你不修炼这个蝶龙杀 这蝶龙剑意就是你独门剑法 就你一人掌握 如果你修炼了 就必须传授他人 若离想都不想 说道 传授就传授败 必须修炼 若离暗中想到 傻瓜才会说不传授 你真信了虎禅真人说的话 那就是天字号的大傻瓜 师父都这么说了 你还不传授 还要玩什么独门剑法 这完全是找死的节奏 也许莫秀兰就是例子 这么自私的弟子 留着何用 会被师父一巴掌拍死 再说了十鸟再灵 不如一鸟再手 先学会了再说 而且别人学会了 自己还能得到好处 何乐不畏 另外 在和火五昧火焦阳战斗中 若离发现 自己剑意完全没有他们两个剑意的妙用 那海上升明月 全范围攻击 那化离剑物 可攻可守 那围风度逐入轻衣 无影无形 自己叠龙剑意 就是犀利爆裂 作用单一 以后混元宗有的是强大的法术 何必为一棵树木失去整个森林 这就是法修特性 从来不迷恋某一个单一法术 喜心厌旧 永远寻找最强法术 虎禅真人看到洛里表态坚决 他说道 好 等你住基以后 炼化无法胜地 你就可以向门中申请这天地超托索和蝶龙杀的专利 这都是你研究出来 师父不占你的便宜 不过天地超托索 赫州 风商他们都购买了你这天罗网的专利 在研究同类法术 另外这个法术 控制面积越大 灵气消耗越多 变化越是无穷 经单境界以后 这个法术难以凑效 价值不大 蝶龙杀 却不同了 此法完全可以成为琉璃海第七十八杀 价值无限 果然和洛里想的一样 洛里嘴里说道 师父 这都是你研究出来 我合的何能 占据你的功劳啊 虎禅真人一笑 一拍洛里脑袋 说道 小屁孩 不要口不对心 瞎忽悠了 你师父不傻 看得出来 洛里捂着脑袋 师父两人对视一笑 无尽的默契 静在其中 虎禅真人说道 好了 我们来吧 说完 他一伸手 开始在储物空间中拿出各种法宝 然后一个个的激活 有的法宝化作一个法阵 有的法宝生成水镜 那水镜上出现一个人形 这人形无皮 将全身的肌肉经脉骨骼全部显示出来 有的法宝化作一套盔甲 穿在洛里身上 洛里身上的一切反应 全部在这水镜中显示出来 有的法宝 就是一个巨大的法灵 计算能力强大 虎禅真人有时会将难题输入此法灵中 不久法灵就计算出答案 这些法宝 虎禅真人一个个的激活 然后依靠他们 开始和洛里研究如何将蝶龙建议化作蝶龙杀 虎禅真人指着水镜中的人形 说道 你看 这剑意经过大脑发出 运行经脉如下 随着他的话语 那水镜上的人形 开始出现变化 一次次的模拟洛里蝶龙建议 洛里 你再来一次 我对比一下 好 好 看来可以如此取代剑意的爆发 你再来一次 我再看看 如果换成这个经脉 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 更加猛烈的爆发攻击呢 洛里啊 你这蝶龙建议的真正运用 我找到了 你以前用的不对啊 此剑意的特点发出之时 如蝶轻快飘逸 瞬间就到 但是打中对手 要停滞一下 让此剑意发生转变 由蝶化龙 瞬间爆裂 原来如此 师父我懂了 我每次都没有停滞的动作 剑意还没有转化 就都消耗了 我懂了 对 打中对手 必须停滞一下 给这剑意转化时间 这轻重一变 由蝶变龙 立刻诞生无尽爆炸 这和凡人使用的火气鸟炮 有些类似 射出去 打中 爆炸 这才是蝶龙建议的真正运用 我懂了 我懂了 由此变化 以后火妩媚的化力建物 根本挡不住我的蝶龙建议了 这就像海上升明月的全范围攻击 我这个蝶龙建议就是这个特点 是啊 是啊 来 我们继续 两人在此研究起来 不知不觉 洛黎被此吸引 这研究好像很有意思 深入本质 研究法术 研究来 研究去 突然一轰的一声巨响 无意中两人研究失败 引爆其中一个法宝 立刻形成一场大爆炸 虎禅真人刨袖一抖 放出洛黎 两人在这爆炸中 都没有受伤 洛黎忍不住说道 师父 这怎么会爆炸呢 虎禅真人说道 没事 正常 洛黎你怕吗 洛黎摇头说道 不怕 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很兴奋 好像很有意思 虎禅真人说道 对 我也是如此 求知之路 那有那么简单的 想要揭开天地的奥秘 怎么可能不付出代价 我混原宗死亡的弟子 十分之意都是死在自己的研究中 好了 废话少说 我们继续 说完 两人立刻开始研究 就这样不知不觉 二十天过去了 终于这一天 在此演武场中 传来一阵阵的呼喊声 那时洛黎在呼喊 成功了 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 终于试验完成 洛黎的蝶龙剑翼化作了蝶龙沙 可以不必使出衰枯状态 才能使出这剑翼 而且这蝶龙沙一发 如同蝴蝶轻盈 瞬间一闪 好像瞬移一样 就击中对方 很难避开 虎禅真人微笑不已 说道 洛黎啊 现在你没有五法圣地 所以这蝶龙沙 只能依靠你自己的真气发出 此法不过显露为不足道的威能 等你日后有了五法圣地 先见琉璃海 然后以琉璃海吸收灵气 发出此法 你知道会是什么模样吗 洛黎摇摇头说道 不知道 虎禅真人说道 这蝶龙沙那时的名字 就应该叫做蝶龙海暴沙 五法圣地会给你提供无尽的灵气 你只要再找几个配合秘法 用陈剑宗的剑巢星海 将它们转化为蝶龙沙 发出就行了 或者用千浪门的浪卷天地 控制这些发射出去的蝶龙沙 到时候你可以像大海海潮一样的无尽攻击 一片片 一群群的蝶龙沙 轰过去 无穷无尽 打钟 停滞 引爆 轰轰轰 哈哈哈哈 想象一下 绝对无敌 绝对痛快 所以 这蝶龙沙的全称 应该叫做蝶龙海暴沙 第319章 紫阳流光声境界 洛黎轻声念道 蝶龙海暴沙 心中无比的痛快 恨不得立刻构建五法圣地 掌握如此强大法术 但是纳得住击之后 才能如此 他们在此前休20天 终于离开这里 回归外面世界 距离紫阳流光的发生 还有三天 出来之后 虎禅真人立刻发现问题 天涯海阁处于备战状态 法阵升起 将整个天涯山脉笼罩 门中弟子格格神情紧张 快步如梭 一个练气棋的小修士都看不到 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 虎禅真人一皱眉 立刻去找青衣真君 青衣真君坐镇天涯海阁主殿之上 也是神情紧张 虎禅真人问道 青衣 到底怎么了 青衣真君回答道 大哥 出了一些事情 这几天大范真魔频繁出现 有点不对头 虎禅真人说道 到底怎么了 说实话 青衣真君咬咬牙 使出发出法术 隔离众人 逼声说道 唉 出事了 我们天涯海阁有四位返徐真一坐镇 不过火风真一闭光真一在三年前 去太虚采真 结果遇到了九阳刚风 他们被困在一处小千世界 需要明年才能归来 即天真一参加西昆仑王母圣会 忍不住和七皇剑宗子皇真一交手 受了暗伤 在西昆仑闭关养伤 也得明年才能归来 本来这也不算什么 明年他们就都回归了 按照推演计算 这双阳交融应该是后年出现 可是最近有迹象显示 这双阳交融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一变 提前在今年就要出现 其实出现了也不怕 我们门中还有云霜真一坐镇 但是云霜真一突然爆发反须归尘之围 天洁寻觅 他不得不困入万丈悬兵之中 无法出来 至此我天涯海阁 再也没有真一坐镇 十分危险 虎禅真人不由的皱眉 说道 怎么都这么巧 不会是 新一真君说道 掌门半山师兄 也怀疑此事 是不是仇家作祟 他特意出门寻觅原因 可以确定 不是我们仇家门派所为 都是巧合 不过大家还是小心一些为好 虎禅真人点点头 说道 哪里有大范真魔出现 告诉我未知 我去灭了他们 你大哥虽然是金丹真人 但是还是有几分本事的 清一真君说道 那就麻烦大哥了 对了 这一段时间 不安全 让洛黎和五妹他们在一起吧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三天后紫阳流光 让所有剑种 全部参加 多事之秋 全部提升一层境界 增加一点实力 是一点实力 到时候实在不行 去找丹宗 花大家钱 让他们给我们炼制解禁消灵丹 再消除影响吧 虎禅真人点点头 说道 未雨绸缪 倒也是个办法 说完 虎禅真人带着洛黎离离开 洛黎忍不住问道 师父 什么是剑种吗 虎禅真人没有回答 洛黎继续问道 师父 我发现这天涯海的弟子有点怪 无论是向天 云阳他们 还是活五妹他们 岁数都差不多 好像是一批人 和我陆州 陆清那批来自昌州的弟子有些像 虎禅真人看了洛黎一样 说道 你大约心中有数 那我就告诉你吧 所谓剑种乃是天涯海格人工培养出来最适合练剑弟子 洛黎忍不住说道 人工培养 虎禅真人说道 对 在3600年前 上一次的双阳交融时 天涯海格无意中发现位于穷州大陆地新处一具大饭真魔遗骸 借此他们得到了这人工培养 这人工培养见种办法 但是前边十几次大规模试验 全部失败 20年前他们利用腰剑魔踪链体之法 将剑链入人体 得到重大突破 活五妹这帮弟子 都是他们如此制造出来 利用具有灵根的婴儿 在母体怀孕七个月后 就开始练画 最后得到了这么一批精英弟子 洛黎忍不住说道 师父 这 这不就是神威宗拿人练神吗 不是该群起朱枝吗 虎禅真人说道 那些孕妇都是自愿的 甚至争抢名额 而且必须孕妇全力配合 才能练画成功 人家都是自愿的 也没有专人寄练 别人谁也没有办法 传说活五妹 活娇羊的亲生母亲 乃是天涯海阁四大 反须真一的火风真一 不然他们凭什么小小年纪 就领悟建议 洛黎说道 不是吧 反须真一也生孩子 然后洛黎挠挠头 骄傲地说道 师父 小小年纪领悟建议 很牛逼吗 我感觉很一般啊 我都领悟五个 不 六个建议了 虎禅真人看了他一眼 说道 你和他们不同 你不是牛逼 你是变态 洛黎哈哈大笑 然后说道 师父 你好像不是夸我啊 虎禅真人说道 好了 别闹了 办正事 你和活五妹 他们在一起 三天后 紫阳流光 晋升练气 大圆满境界 洛黎说道 弟子明白 保证完成任务 就这样 洛黎和活五妹 等弟子在一起 虎禅真人加入 天涯海阁 消灭入侵 大范真魔的队伍 天涯海阁 练气 其弟子 全部执行 门派任务 再也不许到房市乱走 出山门游玩 不过 有一小批 练气 其弟子 被集中在 几个海阁之中 只是干带着 不许乱走 洛黎看着这些弟子 大约四百人 都是不到二十岁 境界都很高 很多修炼不到十年 已经进入练气后期 一个个练剑如痴 其中已经有五人掌握剑意 不用说 这些弟子就是所谓剑种 天涯海的未来希望 被进步在这里 活五妹 活骄阳 没事就过来缠着洛黎 或者欺负一下 向天小失职 洛黎 你还敢不敢和我一战 不许使出那的无赖法术 破灭论剑阁 洛黎 听说你长本事了 咱们再来一战吧 太无聊了 我都要难受死了 数百次的大战 现在的洛黎已经和 活五妹 活骄阳成了好朋友 无话不说 转眼三天之后 一个金丹真人到死 所有天涯海阁弟子看到他 全部肃静 毕恭毕敬 洛黎忍不住 传音问道 这人是谁 活五妹悄悄传音说道 他是老妖婆正法真人 执法堂的长老 最可怕了 最喜欢惩罚后辈弟子 看到他 所有弟子都像老鼠看到猫 全部害怕 正法真人看向众人 用毫无感情的冰冷声音说道 门派给你们下达任务 你们现在都和我来 接受紫阳流光试炼 所有人全部提升一层境界 这话一说 顿时无数的弟子 发出欢呼声 可以提升一层境界 谁不高兴 正法真人点点头 在前边带路 所有天涯海阁弟子 随在他的身后 离开此地 向着天涯海阁的后山禁地走去 这一路上 都处于天涯海阁的法阵保护之中 而且到处都有弟子守护 可以说天涯海阁守备森严 十分安全 三转五转 步步向前 很快众人被带到一处 天涯山的境地山洞 此处还有一百多个练习奇地子 不过都是岁数极大的修士 他们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山洞之中 有着一个传送阵 顺着传送阵 可以传送到一处附属次元空间 这个传送阵是上古传送阵 不是现在人族发明出来的 就是一个石台 登上立刻传送离开 受不知名力量保护 万法不破 万箭不伤 很是奇异 为此 通天玄机谷的修士 特意到此研究了百年 最后借此启发 人族构建传送阵先数大幅提升 众人到此 依次进入 到了洛林哪里 正法真人看了一眼 说道 混原宗的道友 进去吧 洛林传送进入 瞬间一闪 洛林来到这里 这个次元空间并不大 只有千丈方圆 是一个圆台 悬浮空中 一个高高平台 位于九天之上 星云之巅 向上一看 虽远地域的两个太阳 变得无比的巨大 向下一看 整个天涯山 天涯海阁的山门筑地 都在眼中 这里类似灵蝶宗天变动的那种伏地 但是却完全不同 灵蝶宗天变动从平台月下 就是落到大地之上 这里乃是一个附属次元空间 除了传送阵 根本无法离开这里 所谓紫阳流光 乃是天涯海阁地子无意中 在此发现的奇异天地异象 每隔一甲子六十年 在正午时分 太阳最猛烈的时候 这里会形成奇异的一种光芒 那光芒化作紫色 如同流水一样 从天落下 凡是被此光照到的修饰 只要是筑基之下 都会提升一层境界 但是 经过多少年的试验 这参加紫阳流光的修饰 不可以超过五百人 正法真人守住入口 让这些练气其弟子 一个个的进入 这时到了向天进入 突然 向天感觉到肚子剧痛 实在难以忍受 他不得不向后跑去 直奔轮回之所 等他回来 正法真人一伸手 挡住向天说道 你 不要进去了 向天一愣 说道 为什么啊 正法真人说道 你的资质不够 我看你不顺眼 这个解释可以了吧 你看你 排在队伍的最后面 毫不争取前边位置 记住 有些时候 有些事 自己不争取 那就失去机会 前边已经够五百人了 你失去机会了 向天想要解释 突然肚子又疼 他急忙又跑向轮回之所 就这样 向天被排除在外 没有得已进入此处伏地 第320章双阳交融剑总结 九天之巅 刚风阵阵 诸多万门弟子 在此汇集 每一个天涯海的弟子 在此就像一只剑 笔直站立 锋芒毕露 此处只能筑机以下进入 所以在场的弟子 都是炼器境界 不过不少弟子达到了炼器大圆满 这样他们接受紫阳流光之后 出去就可以借着这个机缘 一口气晋升筑机境界 就是资质再不行 补上一二颗筑机丹 也可以进入筑机境界 但是他们未来也就是如此 受此紫阳流光照射 体内真阳如火 以后晋升境界 千难万险 不过 也有解救之法 丹宗可以炼制一种丹药 叫做解禁销灵丹 施下此丹 会消除部分紫阳流光的影响 但是这丹药十分昂贵 很难求到 众人到此 正好五百人 云娘叶文英 活五妹 活娇阳 都在落里左右 不过主持这个仪式的是三个老修士 他们都是女修 他们都是天涯海格的老修士 外门管事 都已经四五十岁 兢兢业业一生 门派奖励他们到此接受紫阳流光 借以达到筑机境界 其中一个刘管事喊道 各位师弟师妹 大家不要紧张 没有什么的 再过半个时辰 紫阳流光就会开始了 另外一人葛王管事 说到 按照前辈们记录 这个仪式就是看着吓人 但是没有什么的 大家放开心扉 忍受一下 就当洗个澡 大约半个时辰 这紫阳流光就会消失 到时候大家就爽了 回去修炼 三天之内 必定会突破一个境界 是啊 是啊 不过 最好大家突破时候 最好准备一下辅助丹药 有冲击铸棋 至少要准备两颗铸棋 这样更安全 更顺利 三个管事 不愧是做了一辈子的外门管事 十分会说 三言两语 就把所有人的紧张情绪化解 众人在此等待 忍不住开始聊天 活妩媚说道 混小子 得到这紫阳流光后 你是不是要走了 以后还什么时候来看我们啊 洛黎说道 火疯子 我走了 你可不要想我啊 活妩媚脸色一红 说道 呸 谁会想你 我在想以后怎么打败你 让你让爬在地上喊我姑奶奶 你不知道吗 见修境界越高 实力越强 一剑展开天与地 到时候我轻松灭你 洛黎哈哈一笑 说道 救你 火疯子 别做梦了 你和你姐家起来 也不够我一只手 火焦羊说道 混小子 我可没有说你 竟然带上我 上 妩媚 必须灭了她 说完 两个姐妹抓住 洛黎的两个胳膊 一顿死掐 洛黎急忙说道 服了 服了 姑奶奶们 饶了我吧 火焦羊说道 不饶 让你说我 一旁的叶文英和云娘 微微摇头 他们三个太疯了 就这样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突然这次圆空间就是一阵 大王管事喊道 好了 大家准备 仪式要开始了 来了 来了 瞬间 那天空的阳光 就是一变 由原来的无色 化作了血色 好像一道血色瀑布 在天空落下 灌注到此 这血色阳光 带着一股兴起 隐约一闻 还有一种火焰烧焦的味道 罩在身上 让人有种要呕吐感觉 每个人在此血色阳光下 都变成了一个葛穴人 看过去恐怖无比 王管事立刻喊道 不要怕 不要怕 放开心扉 尽量地吸收这紫阳流光 这东西无害 可以让我们晋升一个境界 就是恶心一点而已 我被修仙 刀来见网 生死都不拒 何必惧怕这点恶心 大家挺住啊 可以晋升一层境界 忍一忍就过去了 难怪选他们三个做主持者 他们果然有着控制局面的能力 在他们呼喊下 所有人都忍住这种恶心感觉 任由自己侵泡在这好像血海阳光中 这阳光之下 那血气好像要侵入体内 那恶心感觉越来越严重 火五妹一声爱干净 忍不住就要呕吐 她姐姐火焦羊和她一样 妹妹受不了 姐姐也不行 也要呕吐 洛黎一伸手 一手抓住火五妹 一手抓住火焦羊 死死抓住 顺着她的手 传入他们两人体内一道灵气 在此灵气帮助下 火焦羊姐妹长出一口气 忍住呕吐感觉 渐渐地 在此血海之中 那恶心感觉消失 反倒有种飘飘欲鲜的感觉传来 随着这种感觉传来 洛黎感觉到自己体内真气 在疯狂暴涨 一袭一袭的真气凭空而生 很快就充满了整个气海 然后这真气继续诞生 无穷无尽 洛黎可以轻松晋升炼气大圆满 原来需要五年的苦修时间 今天半个时辰就完成 果然没有远赴万里到死 不只是洛黎 所有人都是如此 挺住那恶心感觉之后 所有人的真气都在暴涨 我可以晋升境界了 太好了 我的气还满了 我可以冲击住击境界了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了 太好了 一个个的修士大声地喊了起来 这紫阳流光好处显现 在场所有修士 都可以晋升一层境界 主持仪式王管事喊道 你看 我说什么了 忍一忍就过去 我等修士 苦修百年 有什么不可忍受的 恭喜各位师弟师妹 从此大家前途无限 但是他们却在小声嘀咕 师姐 这情况不对头啊 按照记录 这紫阳流光也就是半个时辰 可是这都半个多时辰了 怎么还不结束呢 我也不知道啊 可能就是如此吧 等一会就好了 是啊 是啊 等一会就好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心狂跳 好像有大祸要降临一样 不只是他 在场的很多人都感觉到了一样 如同大地震来临之前 老鼠麻雀都会心生欲改 天地一变 人也是如此 陆里也是感觉到这种危险 但是却说不出这种感觉 突然他抬头向天空看去 就是一愣 这天空之上 一轮大日 发出耀眼的光芒 照亮天地 但是这就是不对头 因为穷州大陆之上 乃是两个太阳 现在就剩下一个 那个那去了 活妩媚也感觉不对头 顺着洛梨的目光 向上看去 顿时也是惊呆 忍不住喊道 双阳交融 穷州大陆 每个三千六百年 天空两个太阳会和穷州大陆 处于一条直线 看过去就只有一个太阳 这叫做双阳交融 至此会导致天地磁场不稳 天道混乱 没想到这次紫阳流光 正好和双阳交融 发生在同一时刻 所有这里的弟子 全部抬头看去 看着天空融合两个太阳 这一向三千六百年一次 很多人这辈子 也就能看到这一次而已 本来按照门中修士推算演化 这双阳交融的后年才会发生 但是却在今天 此时此刻发生 一种不祥感觉 在所有人心中生起 大家都惊呆不已 那主持的老修士 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没事的 没事的 不过是天地异象而已 没事的 大家一起点头 不少人傻笑道 没事的 没事 不过是天地异象而已 没事的 话音未落 轰 在那天涯海阁之中 一个海阁发生爆炸 虽然此处听不到声音 但是可以感觉到 那爆炸的恐怖 在那爆炸中 走出一人 这人在这双阳交融的阳光之下 死尽地抓着自己的脸 拱着身子 发出嚎叫声 有人立刻看出 说道 这是太星真人 是太星真人 他怎么了 他怎么了 话音未落 那太星真人猛的一声大吼 瞬间身体裂变 暴涨三丈身形 全身血红 头上出现尖角 整个人化作了一只恶魔一样的可怕生灵 火妩媚喊道 啊 这是大范真魔 大范真魔 太星真人怎么化作大范真魔 但是这情况不止他一个人 在天涯海阁中 轰 轰 轰 陆续爆炸声传来 一个个修士 开始嚎叫 变身 化作大范真魔 所有人全部傻眼 傻傻地看着天涯海阁中发生的一切 不只是天涯海阁 在整个穷州大陆之上 到处都是修士 突然尖叫 哀嚎 然后变身 整个天涯海阁 整个穷州大陆 立刻化作一片混乱之中 所有人都惊呆不已 说道 这是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 洛黎看去 变身的修士 变成大范真魔之后 好像失去理智 完全被本能驱使 一个个如同怪兽 有的到处破坏 有的傻傻发呆 有的到处乱走 没有神志 不足畏惧 突然洛黎感觉到 自己握住火妩媚 还有火焦阳的手 变得无比冰凉 她看过去 火妩媚脸无血色说道 太 太星真人 好像是第三批的剑种 洛黎一愣 说道 不是说以前的剑种 都失败了吗 火焦阳说道 是都失败了 但是还有幸存的 太星真人是第三批 纳的流光真人是六批 这个是第十二批 所有变身的 都是剑种的残余修士 火妩媚一指自己说道 我们是第十七批